风沙全是灵斗 草本玉虽谁敢 玉温大陆谁信 王神千千万 未经典就来 人在草木目光望死神后 谁 余长老 鬼长老 你是千寻狂 队长真的是你 突然他的脑海中隆起有关这些人的记忆 青年名叫千寻狂 是大陆上鼎鼎有名的 和武魂殿上一任教皇千寻迪士同一个辈子 千寻狂身上虽然流淌着天家的血脉 他的武魂却不是千寻狂 一把充满含气刀 等到他成为魂圣时 已经成为猎杀队伍的大队长 一次外出猎卡魂兽的过程中 快走 也就是那一次 星神皇重伤锤卡之际 让一个二十一岁阶队的 他们想在星斗大森林中继续修炼 突破到巅峰窦罗的境界 在情势回归 你没有想到 在森林中 狗狱橘斗罗 鬼斗罗 以及他以前的属下 你们为何出现的这里 我们奉教皇命令 进入星斗大森林活捉一只十万年年限的魂兽 千寻狂 既然你还活着 不如和我们一起进入星斗大森林的核心区域 一起寻找那只魂兽 嗯可以 千寻狂说 狗狗一只二十六个人 继续朝着森林中搜索 队长 其余人现在都还好 他们留在五魂城 据说教皇准备 不遍动力 我收到的命令 是跟着狗狗狗和鬼斗罗 进入星斗大森林 活捉一个名叫小五的魂兽 这个名叫小五的魂兽 是只化形的裤子 五魂是柔骨度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你们三个敏弓系的魂师回去五魂殿物 必阻扰其他列卡小的队的人回归五魂 是队长 不想他们因为猎魂行动 白白的失去信任 三位敏弓系魂胜的离开 让狗狗狗和鬼斗罗 对千寻狂颇以怨死 有余人已经离开了 他们只能放在心里 你们是谁 真的是你 真的 这位是我的朋友 唐仪 我看 你这是做什么 我说了唐仪是我的朋友 没有他 我当初出不了杀戮之多 你是浩天宗的人 你为何出现在这里 男性老大森林 除了寻找魂兽 还有你干什么 哼 我看你是寻找机会接近我们的 说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原本想和你们一起合作 现在看来 你们完全没有合作的必要 你以为你现在走得了吗 浩天宗弟子 你说这个时候你的出现 是巧合还是有意 中尉 莫要动手 我说了唐仪是我的朋友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所有出现在这里的可疑人 都要拿下 月官 又要拦我 否则我连你也打 你嘎得了吗 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狗公还 封号杜罗 辛勋狂 你成为封号杜罗了 恭喜队长成为封号杜罗 我敢 你再给拦我 我连你一起干 辛勋狂 给我退下 我是五魂殿的圣女 我命令你立刻你给我退下 吴烈娜 不要挑衅我的耐心 你已经拦了我一次 你再不让他 后果你自己承拦 吴烈娜 辛勋狂 你好大的打字 新人敢以下饭上 等回到五魂殿 我一定会上报叫黄志明的罪 啊 杀神领域 她不是在惩罚娜娜 她是在救娜娜 你如果不是看在你是圣女的队 你若是再敢指着我说话 我保证会打了你 其实你的老神是跳火 恭喜你 一言不合 对五魂殿的圣女狐烈娜大打出手 无视对方圣女的身份 经过系统的鉴定 符合本系统的奖励规则 狂神亲和力增加5% 当前狂神总亲和力7% 今日之事 我会如实上报五魂殿 辛勋狂 你做什么 第三魂殿 信心 天群狂 天群狂 你是不是疯了 我要以为你是千家的人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是最后一次 以后我想干什么 你们再敢拦我 我一定打了你们 宿主不先解释 先将狗斗罗和鬼斗罗打一顿 无视对方身份 经过系统的鉴定 符合本系统的奖励规则 奖励狂神亲和力1% 当前狂神总亲和力8% 这也是太久了 辛勋狂 说说吧 他到底是谁 我知道你知道他的身份 大队长 刚才的那个人是谁 怎么会拥有那样的武器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武器 他是唐三 原来他就是唐三 难怪他会有着老毒物的子母夺命追魂感 不可能 他不可能是唐三 他是唐灵 大队长我很疑惑 可以告诉我你的判断吗 我的判断很简单 你们没有看出他使出浩天邪的事 小底下没有出现任何的武器 但一个人来星斗大森林 那怎么可能没有魂魂 你们想想 这意味着什么 带着武门和文师息息相关 不同的武门会赋予文师不用的气息 此次回去之后 我们都自理十个军官 这样说的话 唐灵英就是唐三 随于刚才你打我的那一拳 我心服口服 只是你下次能不能不打脸 看星期 不可能 愚蠢 这样的人 竟然也能成为圣物 等回到武门殿 我千军皇一定会向长老会弹劾 之后 橘斗罗和鬼斗罗将队伍的指挥权给了千寻狂 理由是 他们已经犯下了错误 并且千寻狂是猎杀大队的大队长 这种事情最有经验 千寻狂离开次第之后 一道身影现现 千寻狂 千寻狂 武魂殿何时出现这么一号人物 潜伏的计划因他失败了 此人有举高者 哥哥哥 我会引力中行事 所以这间作战 让千寻狂 那是我的力量 你会变得更强 哈哈哈哈哈哈 真是只狡猾的错 胡烈娜浮复缓十分钟的时间 她的心理开始接受 唐银就是唐三的事实 但她内心还对唐银抱着希望 妹妹两位长老将队伍的指挥权交给了千寻狂 接下来就连我们也要听从千寻狂的命运 嗯 我知道 对于这个安排 胡烈娜没有反对 千寻狂的指挥是猎杀队伍 为师起 一直为武魂殿利息 本来没有失败过一次 由千寻狂指挥队伍非常的合理 欢迎来到星狗大森林 小森说你们已经找我很久了 快点进来吧 我们已经等待对视 你们会搭得很光的 啊 冲过森林 一座清澈的湖泊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千寒林巨网派坦巨猿 他什么 不过是一个连普通风号斗罗时期的唐号 都能打败的人花儿 徐花冠已想办法拦截下派坦巨猿和水里尚未吞 人工抓了那只兔子 我们立刻远顿离开此地 不不不 今天我们就做不了段吧 合目的名字 小森林 凑俑空啊 teu ahh 天青牛马 菊花关 老二阻止他们 我们的两翼禁止领域 只能控制他们一段时间 先寻狂 你立刻带着人去抓那只兔 就离开这里 他们包围 蓝银突击阵 唐三 有我在 你们今日能逃得了吗 好好的 小五 你放心 我曾经答应你 我不会丢下你 如果有人要尬你 那么就让他们先尬了我 杀神领域 只能追魂夺命感 一二 你力量竟然没有噶了你 小五 快跑 我拦住他们 原谅我 我只能陪你到这里了 你原谅我 让我自己做主一次 以后的日子 我不能陪在你的身边了 好 六局 金海一片 医生 好小子 真有你的 快抓住那只被冰封的兔子 大队长 那现在该怎么办 老规矩 危难之时 先各自保护自己 性命第一 任务第二 我队长太子巨人 天气 小笔 银月和狐烈纳 立刻施展 人融合 不必要 飞刀 谁有能力 谁就去夺夺他 然后带着他 我的冰封 总困住他一段时间 等我打 银类 你们银类当中 我只败给了浩天斗罗 唐浩 金银 你们如果愿意离开此地 我可以不追究你们的责任 唐浩 你说这样的话 你是瞧不起我 你认为我不如唐浩 不如收银了 他也是双支五门 太子巨人 你很幸 有幸接下我最新琢磨出的奥寒六爵的第六 接招吧 奥寒六爵 冷刃兵夕 小五姐快跑 大名 小五 快跑 我们拦住 往哪里跑 平时 唐三陷阱 他要向我陷阱 你能拒绝得咬浩 受陷阱的诱惑吗 不要不要不要 原谅我 我会不在了 你要好好地保住自己 不然我会伤心 我会以另一种行事 推并肩作战 大名 二名 五 最先大家快跑 二零 杭三 我们立刻离开此地 不要辜负小五姐 给我们争取的难得逃生 接活 人类 以上到 你自以为获得了我的火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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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一个十万年年限的魂环 我们再次为他护华 一切事情等到回到了五魂城再说 五魂店 一个美艳的女子正在宝座下站着 千寻狂 你知罪吗 我又何罪 你以下犯上 痛纵五魂殿圣女狐猎娜 狐猎娜就是得恋爱你 看到唐三这狗动路 就是因为他才让唐三别跑了 你说该不该打 娜娜是被人欺骗 无知者无罪 倒是你明知他是圣女 你还将他打成重伤 一个愚蠢的恋爱你 这一句你他的圣女之名 你想要帮圣子 莫说圣子 我若想当教皇 你也拦不住我 我不想当 你要给 我也会拒绝你 杀神领域 教皇 你忘记我是谁了吗 我可是猎杀大队的大队长 嘎过的人 比你吃的盐还要多 来了老逼 系统检测到宿主以下抗上 不背不抗 必对武魂殿的教皇 比比东 狂之急 经过系统的鉴定 符合本系统的奖励规则 奖励狂神清合力0.5% 当前狂神总清合力8.5% 天瓶狂 你这是想要做什么 你难道想要造反吗 菊花 滚一边去 局长老 有事吗 教皇 长老店传来一个消息 裁绝长老说他一向身居检出 很少管理武魂殿的事情 以至于魂世界出现很多狂妄之徒 裁绝长老决定授予一名 长老执法长老的身份地位 仅次于裁绝长老 执法长老 他们任命谁为执法长老 先询狂 果然是他 执法长老 你是猎杀大队的大队长 如今你已经回来了 猎魂行动就由你来执行 你敢吗 我都不敢 好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你无故让你的人 拖延这次行动的集合 如果你能够灭了他们 完成此次的任务 我答应你放了你的那些手下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秦群狂和两名亲信 走在街道上 队长 我们该如何 执行任务 兄弟们都看得出来 教皇这一次 明显是围栏你 让我们对付七宝刘立宗 只给你两名封号斗罗 除此之外 不给你任何的人缘 也并非没有其他 我可以调动我自己的 我们这些兄弟 加在一起 也只有五千人 三名封号斗罗 五千人 攻打七宝刘立宗 不是弓箭 而是全杂 任务很难完成 莫方 区区一个七宝刘立宗 我还不放在眼 前方就是七宝刘立宗开的店铺 等一下你们知道怎么做吗 知道 队长 嘿嘿 你不要不出去 你现在快跟我走 正当千寻狂停下来的时候 吵闹声从前面传来 不行 我只会跳舞 你若是有着需求 我可以随时跳舞给你看 我会跳很多的舞 谁欺负你跳舞跟我走 嗨 小三点 任劳斯是包琉璃宗一人 所以若是阴持他的乳后 烧不了脱一层皮 任劳 千寻狂脑海中 感觉到这个名字有些熟悉 一直半会儿 想不起对方是谁 这件事我管了 你不要管我的闲事 完蛋了 不懂 你还不快住手 你打的人 是七宝琉璃宗公主的亲侄子 快点放开你的脚 我心情高兴 可能会放你走 你是谁 好汉可敢报上名来 想找我麻烦 我就在这等你 行 你给我等着 这儿公子 你可以跑 你救了我 就是对我有着救命轩 我今后就跟着你 但是只能给你跳舞 举手之楼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我不需要你的报案 二当家 就是叉叉的少爷 给我叫什么刀 要嘎的还是活的 咋了吧 接下来 怎么做 还会来呢 此时很快就传遍天斗城 震动天斗皇宫和七宝琉璃宗 七宝琉璃宗得知宁宗华嘎的消息 守护在七宝琉璃宗的守护斗罗古龙 火猫三丈 是谁打了风华 我要为他报仇 古书 你先冷静一下 这个事情有蹊跷 连续打了我们七宝琉璃宗十名魂圣 一名魂王 一名魂帝 甚至还有一名魂斗罗 古书 你想想对方肯定是有备而来 而且只有可能是一名强悍的封号斗罗 管他大风筝 你不要管 敢打我七宝琉璃宗的人 甚至其中还有风华 是可忍 说不可忍 这是没把我弄放在眼里 我去会会他 哎 古书还是这样的脾气 不行 我得去一趟天斗皇室 人的家伙就是你吗 谁来了一个 一个已经足够了 敢惹七宝琉璃宗 我看你也是一名封号斗罗吧 报上名来 你是谁 一句还不被知道的名字 好 就算我魂帝的教皇 也不敢这样和我说话 把我七宝琉璃宗一名魂斗罗 十名魂圣 一名魂帝 你今日必须的打 老箭头 剑书是你老的佛家 冲至老头 这不是人的魔 我看 尼玄皇室会让你 四十号家 力量不错 如果我看得不错的话 你的我文是受理的吗 第三魂帝 龙威射 我看得不错了 你看看得不错 你没有 这是 我看得不错了 你还不错了 你怎么…… 你不能连快 看得不错了 无法突破95级魂力的魂狮 和你对战 是我的耻辱 好谈六诀 第五诀 第九魂技 五化神龙 此人到底是谁 年纪轻轻已经是巅峰斗罗 魂力等级至少达到96级 魂未听说过魂师界 有着这样一名 堪比浩天斗罗的优秀魂师 那名青年斗罗太狂傲了 糟的属性已攻击最强 他竟然和防御系 第一封号斗罗 理应碰影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熬义 败了 能够败下一名 跟不倒义的封号斗罗的好产 我败了 你到底是谁 此人是谁 正面以硬碰硬打了古兜罗 虎龙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武魂兵任 拥有这样的武魂的家族并不多 到底是哪个家族 能够出现这样一名 堪比浩天斗罗 讨好的天台呢 你们不能走 你们在天斗城嘎的人 必须得跟我们走一趟 谁敢对我帮长老 天斗城武魂殿圣殿 白金主教萨拉斯拜见执法长老 萨拉斯主教 你刚才说此人是谁 回太子殿下 这位是我们武魂殿的执法长老 前不久被赐予封号 封号为狂 黄斗罗 黄斗罗 萨拉斯 你们这是要对我天斗帝国宣战吗 太子殿下 你忘记了 他的封号是狂 实不相瞒 前生于胡烈娜 在星斗大森林招惹他 已经被他给控作了一顿 是吗 太子殿下 事情和经过 我在执法长老和古斗罗战斗的时候 已经了解清楚了 不是执法长老想要惹事 是七宝流离宗的人 想要惹事 是他们先针对执法长老的 你叫什么名字 是 太子殿下 他叫千寻狂 千家寻自卑 萨拉斯 你说的话很有道理 但是嘎的人 不仅有七宝流离宗的魂尸 还有七宝流离宗的二当家和守护斗罗 你想要如何处理此事 太子殿下 事情好办 那就按照魂尸界的规矩办事 此次矛盾属于个人恩怨 五魂殿不会插手 好 就这么说定了 矛盾是四人恩怨 天斗帝国也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当然 如果执法长老愿意和七宝流离宗握手言和 我愿意做和适老 既然是四人恩怨 四人之间自己解决 十五天号 必须七宝流离宗 五魂殿 教皇殿 橘斗罗将千寻狂在天斗城的举动 一五一十的告诉我 教皇一比宗 你像 千寻狂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难道是为了我们的猎魂任务吗 还有别的原因吗 局长老 你觉得这一千寻狂性格 他接下来会怎么做 虽然说古斗罗已经嘎了 毕竟七宝流离宗还有剑道陈兴 千寻狂区区几个人 想要以四人恩怨解决 在我看来 这毕竟会破了他百分之百完成任务的记录 所以你是局长老 免下 难道你也认为他还能够完成任务 报 禀报教皇 猎杀一分队到七十九分队 全部主动脱离五个店 还是不够 剑书八天了 距离我们发出宗门召集令已经八天了 不见一个人回归宗门 到底是怎么回事 的确不正常 连出门在外的魂圣和魂斗罗还没有回来 难道说是千寻狂嘎了 我们七宝流离宗赶回来的弟子 还能有谁 真说起来 他并没有招惹我们七宝流离宗 都是那个宁求招惹了他 嘎了回归弟子的人就是千寻狂 刘长老 你慢慢说 林宗主 我已经再次等待多事 投降吧 你们被包围了 千寻狂 这是私人恩怨吗 当然 你私人哪来这么多的魂师 武魂殿这是在玩文字游戏吗 嗯 干吧 第一魂祭常见狐狂 其他人不足为律 西沙领域 冰雪领域 第六魂祭万剑归宗 自从我获得第九魂欢迎来 这还是我第一次施展一魂祭 第九魂祭极兵高战 今天我见到陈心如国侥幸不拔 今后陈心如国侥幸不拔 今后只会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复仇 陈心 我千寻狂不动人则已 一旦对人动手 就不会给他任何复仇的机会 杀 哦 韩六诀 冷人冰雪 他们两个人谁能赢 不知道 我觉得执法长老能赢 我听执法长老说过 修行的最终点不是增加魂力 而是修心 心有多强 道就有多强 执法长老做过 陈心里应称之为剑吃 一个剑吃 竟然交给震伤了 来了老弟 系统检测到宿主此次做出的一系列事情 经过系统的鉴定 符合本系统的奖励规则 奖励狂神清合力1.5% 当前狂神总清合力10% 最后一行人前往七宝刘立宫内部 宇罗敏 千行狂 你贵为武魂殿的执法长老 你应是天下魂师的表率 你要管我的闲事 执法长老 你和七宝刘立宫的矛盾已经不是私人医院 我已经了解得很清楚 冒犯你的人是名称 现在既然已经这样 依我看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就当对我御罗敏一共面目 你决定 我决定 哦 还六决 第三决 血竹红信 战斗结束 千军狂在七宝刘立宗内部 听着下属的汇报 执法长老 这一战我们动用猎杀大队五千零一人 一共搁了七宝刘立宗五千六百三十九人 缴获金魂币八百一十九万多倍 还有许多的皮身一宝 装满车子 足足有一百四十一辆大马车 我们伤亡如何 共有四百六十九人搁了 这么多 大哥 七宝刘立宗 有着诸葛神弩 我们没点打圆 他们有着十五位魂斗罗 八十六名魂圣 王二 你说我错了吗 如果我向教皇低头妥协 向他服软 你一定可以减少兄弟们的伤亡吧 大哥 你其实不用纠结这些问题 兄弟们跟着你干就不怕嘎 在我看来 您这事完成了一项创奇事迹 这些只是七宝琉立宝的财富 七宝琉立宗富可敌国 接下来休息一段时间 让兄弟们去找找 获得的财宝 优先用于抚恤卡的兄弟 抚恤金翻三倍 发放三倍抚恤金 大哥 我们这样不合适吧 我是执法长老 上面要责怪有我单责 除了抚恤金翻倍 此次作战的每个兄弟 发放一千美金昏变 大哥 你要去哪 蓝殿霸王龙宗 大哥 我们刚拿下七宝琉立宗 兄弟们使用了五魂真身 短时间内无法继续作战 让兄弟们休息一段时间 这一次我不会犯下同样的错 我要一个人独闯蓝殿霸王龙宗 最后 千群狂前往蓝殿霸王龙宗 野外 千群狂和他的两个亲信 正在前往蓝殿霸王龙宗的路上 老二 老三 你们该回去了 大哥 我们说好一起 水里水去 如今你要攻打 蓝殿霸王龙宗 我和老三 岂能抛下你不顾 对 大哥 要他一起他 要生意起身 我和二哥现在都是魂斗罗 不会拖你的后腿 如果受伤逃不了 我们会自己动手和他 千群狂心中感动 他身边的两名魂斗罗 自从他进入烈沙队伍中 就一直陪着他 二十多年了 有着深厚的感情 好兄弟 大哥 既然来都来了 你就不要 愿我们走 我不会带去你们走 我会 打约你们 在七宝琉立宗 让四百多名兄弟卡了 这是我的责任 我原本可以做着更好 这一次我不会犯下同样的错 羽巴 千群狂继续前往目的地 前方何人 速速离去 这里是蓝殿霸王龙宗 闲杂人等 羞的套戟 快拦住他 后头罗 学引刀 红色和缓 一身五魂阵的指法 长老千群狂 怕什么 他只有一个人 给我上 将他给我拿下 住手 来者可是我魂殿的执法长老 执法长老 你何故在我蓝殿霸王龙宗大开大戒 别罢 蓝殿霸王龙宗明知道我要踏平七宝 你们还敢派人支援七宝和移宗 这是公然挑衅我 执法长老 你这个理由是不是太牵强了 欲罗免是蓝殿霸王龙宗的二当家 他私人行为和蓝殿霸王龙宗无关 我和宁峰制有着过节 我没有派他去支援 欲言阵 我不是来跟你争辩 今天我要踏平蓝殿霸王龙宗 是 你说就凭你一个人就想要踏平我蓝殿霸王龙宗 你当我蓝殿霸王龙宗是阿摩阿狗吗 一人足矣 系统旅行中 不谈页面了 检测到宿主又狂了 符合本系统的奖励规则 奖励狂神清合力 0.5% 你找废话 欲言阵 我记你是老一辈的封号斗罗 愿意和你一对一的战斗 欲言阵 我记你是老一辈的封号斗罗 愿意和你一对一的战斗 石阀长老 我接受你的请求 只是在决斗之前 你可否满足我心中的好奇 你说 你现在是在执行任务 还是因为一时兴起 蓝霸斗罗 事情的真相如何 主要吗 欲罗免敢于我的手头 无论如何 我已经和蓝电霸王龙宗 有着深仇大恨 为了防止以后 你们找我寻仇 灭掉蓝电霸王龙宗是最后的办法 先行皇后 武魂学引刀 此本体人意为 西西西强攻系 链河斗罗 难怪能够嘎了骨斗罗和剑斗罗 难怪敢一个人应传我蓝电霸王龙宗 原来你拥有着双生武魂 可是即使如此 那又如何 这里可是蓝电霸王龙宗 欲言阵 魂蓝电霸王龙宗 极强攻系 封号斗罗 星星皇 你的第九魂环是十万年年限 你的魂力等级高于我两级 我是你的长辈 我多一个人辅助我 不占你便宜吧 随便 宁一笑 就由你辅助老夫 其余人退后三百米 没有老夫的命令 不得插手我和他之间的决斗 宁一笑 你知道宁昏志为何和我有了矛盾吗 因为他 是的 三约魂六约灯 如果我猜着不错的话 您风质和你有种矛盾 除开你不肯放您一笑 回七宝流离宗 还在于你偷取了七宝流离宗的分心控制 这可是我花费一块魂骨 从七宝流离宗的直系弟子身上换来的宝物 星星皇 我蓝电霸王龙宗 只想天安一友 无问世事 只要有老夫在 你一个人灭不了蓝电霸王龙宗 我们之间的安怨就此了结 如何 可以除非你向我陈佛 龙只能是龙 永远是龙 不可能让人给欺负了 千寻狂 你嘎不了我 不要以为我的真怕武魂殿 玉元镇 你人老了 话也多 今日来此 全是个人恩怨 既然你实施不出手 那晚辈只能先动手 十字盏 龙岛 龙威 老寒六爵 心寒一片 保护公主 把我斩 你又不进去 你帮我斩 走骨 触魂骨 顺一 千寻狂 你想要我的 你做好陪葬的准备了吗 是 哈哈 千寻狂 不要白费力气了 这是我蓝电霸王龙宗的开宗祖先建造的祭坛 除非你是神 否则你不可能破掉这个保护罩 蓝电霸王龙宗的开宗祖先 是的 他老人家生前可是半神 距离神职只有半步之遥 那又如何 不过我胎者不错的话 这个保护罩 行持不了多长时间 兴寻狂 不怕告诉你 为了以防今日巨变 我蓝电霸王龙宗的祖先早就有所准备 他是化为人形的龙王 今日你一定要嘎于死 公 爷爷 不要 今日我若嘎 蓝电霸王龙宗就此解散 宗门弟子 今后不得以蓝电霸王龙宗帝 宗帝室 公司引性埋名 不畏事实 龙宗九子 韩剧九山 山山有关 九九归一 今有一家立子御元镇 不得以共有老鼓工的东西 请老鼓 曼王龙宗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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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已经足够了 第八魂技 龙腾天雷暴 好 清寻狂 给老夫嘎 人阵 我记你是老一队强者 我允许你赶在我的高下 那你为何逃 你如果还是这样的打法 那我只能对你继续耗下去 要我嘎 你没这个福气 第九魂技 天龙一幕 深圳九霄 他嘎了公主 太强了 之前一刀嘎了十几名魂射 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大家不要着急 宗卓虽然不在 但消耗了他大部分的魂力 就现在 大家一起嘎了他 是你 一炫 是我 没想到吧 你竟然是 不得了这样的一个魂技 武魂殿的魂师 你现在还感到高兴吗 你受伤了 大家一起上 嘎了他 为嘎了的人报仇 宗主已发 宗文群龙无首 大家商量商量 今后怎么办 宗文的年幼弟子在 蓝殿霸王龙中的血脉就在 现在我们来讨论讨论 先寻狂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他讨论 我们的人没有找到他 可能已经逃出我们宗文 真的逃了 当然是真的 我们找遍了其余八座山 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其余八座山没有他的踪迹 那他躲到哪里去了呢 读书们 你们搜了其他八座山 有没有搜索真龙山 没有 他不可能躲在真龙山 这里可是宗文所在地 糊涂 不可能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 读书们 我们真龙山后山 同时也有着好几个山洞 无法长老给我爷爷赔命 这不可能 这才半天 他怎么可能就恢复到巅峰 虽然我的战斗力 没有恢复到巅峰 我的魂力只恢复巴掌 但是对付你们这些虾兵蟹将不够了 短短的十日内 人本七大宗门中 还能前三的两大宗门全部被封 这是在魂石界掀起轩然打破 一时间魂石人人自危 武魂殿下令一定会解决这件事情 给大家一个合理的交代 先是一人一刀 灭掉自己 传奇的事迹震惊五魂殿 五魂殿教皇殿 教皇比比东 静静地听着面前的 举斗罗月官的回报 与七宝琉璃宗一战 千寻狂共率领 五千名猎杀队伍的魂师 请一位冲突 干了七宝琉璃宗的 二当家古斗罗 然后围殿大员 干了宁峰志和剑道陈兴等人 将七宝琉璃宗覆灭 狂斗罗并未受伤 我们损失469人 继续汇报 是 在和蓝电霸王龙宗家族的一战中 蓝电霸王龙家族的 二当家御罗免 耐领着七名魂圣志员 七宝琉璃宗 执法长老用这个 撕开蓝电霸王龙宗的口子 一人一刀勇闯 蓝电霸王龙宗 一千多人没有一个逃脱 我方没有损失 你是说 他一人灭掉蓝电霸王龙宗 是的 免下 好好 免下 刚才我忘记说了 蓝电霸王龙宗真要说起来 并非是执法长老一人所灭 还有猎杀大队的魂 施杀了所有外逃的人 这是我已经知道了 还有别的事情吗 免下 还有一事 执法长老在七宝琉璃宗 缴获的财富中的一部分 金魂币 用于发给嘎勒的魂师 金额是常规金额的三倍 此外 每一个参战的魂师 都有一千美金魂币的奖励 这可是不合规矩 免下 我们可以在此事上大作文章 致他的罪 甚至要求长老会 罢免执法长老千寻狂的 执法长老的职位 胡扯 月官 你形势怎么如此不浅 千寻狂刚刚立下这么大的功劳 即使我们在长老会上 以此事为难他 还有着功劳在身 不会有长老答应罢免他的职位的 老师 千寻狂已经完成任务 相信不久之后 就会回到五魂殿 接下来 我们该怎么做 你说了 现在 我们眼中盯算是拔出了 目前来看 损失很小 此事足以震慑两大帝国 只是 我们要小心他们抖击跳墙 提前向我们发起战争 我不是问你 我们接下来怎么行动 我是问你 如果千寻狂回来了 我们如何应对 躲是躲不掉的 该剑的还是需要剑 娜娜 你觉着千寻狂 这个人怎么 好 为了目的 什么都能做 如果给他足够的权力 必要的时候 他甚至会造反 他是一个让我很讨厌的人 娜娜 你的圣女之位已经被罢免 除了功劳 五魂殿有着传统 嫁给千家的重要人员 就可以让你恢复圣女的职位 老师 他打过我 我不是他的对手 那是因为 我还不是封号斗罗 总有一天 等我成为封号斗罗 我一定会光明正大地打败他 可恶 太可恶了 五魂殿想要干什么 难道他们想要统治整个大陆吗 七宝琉璃宗没了 还要灭了蓝殿霸王龙宗 只因为遇罗免制员七宝琉璃宗 真当我天斗帝 我不敢举之宣战 父皇息怒 现在最重要的是 想出印度之法 两宗被灭 外人都知道 这是千寻狂 和他们之间的私人恩怨 如果我们此时向五魂殿宣战 出师无名 您可不能冲动啊 我怎么能不冲动 对着启明宗谷能不能给大臣的一个交代 还有大使的家族 如此残忍的人 必须被抹除 陛下 您现在要保持冷静 继续隐忍 才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为什么 朕有百万雄狮 难道还怕他和五魂殿不成 不是怕而是不能 您应该明白五魂殿的情况 事情的冲突是私人恩怨 分凭我们的力量 不足以和五魂殿对抗 千寻狂地位等同于五魂殿的教皇 对千寻狂主动出手 等同于对五魂殿主动宣战 所以我们必须要人 那您有什么建议 我们想要对付五魂殿 必须联合所有和五魂殿敌对的势力 逐渐蚕食他们 发展自己 陛下 您必须做好 长久打算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力 相信星罗帝国也在可威 两大帝国合作是必然的 而且我们还必须和五魂殿合作 迷惑他们 招揽自由魂师 加入我们阵营 不防五魂殿的目的 无非是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我们必须也行中起来 你们说的话 我也能够明白 但是如果招揽魂师 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 雪夜大帝 雪清河和大师玉晓刚 正在商量着一个结果 与此同时 五魂殿对外发表声明 以努力排序 一年后 所有大陆宗门都可以报名 参加七宝宗门争霸大赛 确立新的七宗门 蓝殿霸王龙宗 千群狂站在真龙山上 老二 老三 分不下去 此次作战的人 全部奖励一千枚金魂币 大哥 这样不合适吧 攻打七宝刘立宗的时候 我们已经每个人 分的一千枚金魂币 我们当时的确出了利器 现在我们只在外面 围困住逃跑的人 并没有花费多少利器 执行命令 莫要让跟着我们 两肋插刀的兄弟心寒 此外 每个嘎了的兄弟 发放三倍的虚惊 大哥 我办不到 你就是把我军阀处置 我也办不到 我们这一次 没有一名兄弟嘎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是我大哥 我岂敢骗你 大哥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回武魂殿 大哥 兄弟们说 兄弟们说 不如我们开宗立派 参加一年后的七大宗门 重选大会 到时一定可以创建出 天下第一宗门 何必回武魂殿 受教皇的鸟气 回去再说 大哥 我已经重新加入武魂殿 大哥 我不明白 你为何不创建宗门 以后你会知道的 你们留在家里 我去一趟教皇店 去见一下教皇 老三 老四 你们陪大哥 一起去见教皇 莫要教皇欺负大哥 找我 你不来见我 我只好来见你了 刚好我想要去见你 没想到 你倒是来见我 你如今可是立了大功 我理应来见你 执法长老 你很优秀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优秀 足以成为三军统帅 你不问罪 为何要问罪 此次达了的魂尸 获得三倍的虚击 参战的人 每个人都获得了两千名 这是他们应该得的 你们不是还上缴了 几百万枚金魂币吗 你问了我两个问题 我也问你一个问题 为何不建立宗门 你要是建立宗门 绝对可以获得 一年后的宗门重选的冠军 令宗门 被我的手下而言并不远离 五魂殿绝对不会指不一辞 未来必有敌战 等到五魂殿开疆过程的那一天 他们有着功劳在身 必定能够加关键 原来你是有着更大的野心 嫂子 千许即是我的青唐哥 我叫你一声嫂子 不过分吧 谁你吧 嫂子 我对掌权没有任何的兴趣 我只想让大陆结束纷争 百姓共享太平的路 在五魂殿中 只要不威胁到五魂殿和千甲 我就不会对他们动手 这其中也包括你 你刚才说你也要去见我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救魂尸 现在目前浩天宗 依旧逍遥法外 你要问浩天宗 浩天宗也试不出 不知道躲藏到哪里去了 嫂子 我已经打听到浩天宗的藏身之地 天斗城城外三百 这次借我一万人 这么多 一万借的是魂尸 除此之外 我还要调动天斗城 以及周围十座城 加起来总共两万名的互动骑士 你这是要攻打天斗城吗 这一次我要对付的敌人 是浩天宗 告诉你一个秘密 浩天宗不是一门双斗罗 而是一门西斗罗 包括浩天宗 是一门人打浩天宗 以唐浩的脾性 一定会回踪之远 我需要面对的人 不只是浩天宗地 才有七名封号斗罗 一下下我到三万人马 目的在于牵制天斗帝国的援兵 对吗 三万 这一次我带出的人 一共是三万五千人 目前我的罗刹神考核 进行到关键的时候 我无法离开五魂殿 这样吧 我让月官和鬼妹 和你走一趟 另外再给你六名封号斗罗 够吗 够了 你要攻打浩天宗 你一定会遇到阻挠 之前就是因为你大伯的命令 最终让浩天宗逃之夭夭 我没有打算告诉他 我要攻打浩天宗 三日后我就行动 如果等我大伯反应过来 他一定会阻止我 你现在就让你跟人行动起来 让你的人立刻出发 向下四东要人 我三日后会离开五魂城 好了 今天交谈到底为止 那么祝你此行顺利 凯旋二来 我不管你情终是怎样想的 我需要警告你 不要做出任何所害千家利益的事情 我堂哥做的事情必须 这不代表着千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 你的女儿 不经为了个大伯任 为了博你一笑 她不惜深信心 从来没有过个像样的生物 没有过上像样的生物 如果你敢做出对千家所害的事情 千尋狂必定不饶你 大哥 前方是月轩 三位请留步 月轩不接待一山故城之人 老三 你为何打人 哈哈 二哥 有时候你真应该放下身份 你以为大哥为何直奔月轩而来 月轩的宣主是浩天宗公主的亲妹妹 大哥 你这是要顾忌虫师 拿唐月华 问罪浩天宗 问罪浩天宗 何须这么麻烦 浩天宗和我们五魂殿 本来就有着血海神仇 无须做任何的文章 月轩仔细带雅客 将他们给我轰出去 大哥 要活的还是嘎的 随便 好长的沙体 杀了我月轩两名蓝艺人 住手 奥德总管 怎么回事 夫人 这三个人前来闹事 您怎么下来 三位 你们何故 在我月轩闹事 我是五魂殿的执法长王 此次前来是为了捉闹 荒荒之狐 竟然敢对宣主无理 导打 奥德总管 大哥 你这一次也要围点打圆吗 抓住藤月华 等到浩天宗的救援 人员外出 我们再埋伏他们 恐怕此计行不通 莫要忘记了 昔日浩天宗撤退时 不管四大夫 应该高 一位长老 三妹被五魂殿执法 长老琴哪 我们该如何营救 不能营救 宗主 莫要忘记了 其他两宗的前车之剑 二长老 你是说他的目的 是想要灭掉我们浩天宗 他敢 身当我浩天宗 是阮世子 好年 老七莫要忘记了 他的封号 黄 黄斗罗 只要不出这座山 五魂殿就奈何我们不得 宗主 我知道你和月华骨肉相连 但是您要知道 他等的就是我们派人 二长老 您的分析合乎情理 但是我们浩天宗 今非昔比 一宗六斗罗 难道我们六位 封号斗罗 一起去营救月华 还救不了月华吗 宗主 你千万不能这样做 现在还不是浩天宗 面试的最好时机 等我们需要的 切记不可忘 前去通报 就说太子殿下雪清禾 要见执法长老 太子殿下 我们大哥说了 如果是您来了 就让您直接上楼 无需通报 不用检查了 我还没有嘎他 你要嘎他 浩天宗的余孽 必须 那我来和你相谈 岂不是毫无疑义 当然不是 小雪 生日快乐 我故意在今天闹事 目的就是猜到雪叶大地 会让你和我谈判 今日正好是你的生日 为了五魂殿 你辛苦了 谢谢你 祝我生日快乐 执法长老 执法长老 小雪 连叔叔也不会交忙 叔叔 浩天宗没有任何的反应 这都已经快一天 没有人来营救唐月华 你的目的恐怕要落空了 小雪 我没有寄希望浩天宗的人来 仅仅靠一个唐月华 无法让浩天宗涉险 我在等唐号 原来叔叔你是为了唐号 那到时候 你会如何对待唐月华 以及接下来 你又有着什么行动 等唐号来了 我会嘎了唐月华 叔叔 唐月华不是魂师 这不符合我们千家的歧视精神 歧视精神 这是一个只能宣扬 让别人拥有 自己绝对不能拥有的精神 我的任务完成率 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就在于我舍弃了 千家的歧视精神 叔叔 小雪 你不要劝我 反而我要劝你 不要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否则只会自取烦恼 千询狂和千人雪 继续聊着一会儿的天 谈判嘛 总要谈一谈 对外而言 千人雪说执法长老 无论如何 都不愿意释放唐月华 事情过了五天 冷血的浩天宗 没有派一个人 来营救唐月华 浩浩终于来了 浩天宗见 月华他有没有碗子呀 没有 千询狂放了月华 否则我连你也一样找谁 昔日我敢捶你的唐兄千询几 我就不怕 以这个执法长了 你走吗 干什么 你们这是想要和我们 五魂殿宣战吗 萨拉斯 现在这情况 这是应该归我们管辖 不 他们是魂师 魂师的事情 理应有五魂殿管辖 更何况 杭浩是我们五魂殿通缉的人 萨拉斯 刚刚搭的人 是唐月华 月卿的宣主 浩天宗的人 你们不会是在包庇浩天宗 想要和我五魂殿作对吗 萨拉斯主教 我们并不知道 唐月华是浩天宗的弟子 既然这是魂师之间的私人恩怨 那么就让他们自己解决 前提条件是不得伤害平民 好 杭浩 杭浩 你总算被我引出来 你在拿月华 野我手 杭浩 对话少说 都拿过来吧 你会搭得很光荣 你是想要求饶吗 晚了 接日你必须吧 杭浩 你错了 我的目的是想让你赠 谁有愤怒 才能够让你报犯你真正的意思 我不怕你强 我是怕你不够强 打起来没劲 狂的我人如其名案 来了老弟 系统检测到宿主 故意刺激浩天 斗罗唐号 又狂了 经过系统的鉴定 符合本系统的奖励规则 奖励 狂神清合力1% 当前总清合力11.5% 好好 跟我来听说 必须伤及平民 第三魂警 火敌万军 煌荒火力 弱太弱了 九十七公斤 羞耍火炎 好 杀神吕 十万年年线 那是十万年年线的魂环使出的魂系 恐怕能够砸毁半座天斗城吧 汤浩汤浩人如其名 不愧是镇压一个时代的封号斗龙 这么说五魂殿的执法长老 岂不是要败了 以西魂协议 真是 以后翻车 再来 昂天斗龙 堂堂银镇天下的黄斗罗 难道只会一昧的防守吗 大家知道为什么 好 我告诉你 今日我就让所有人看 昂天斗罗唐号其实也不过如此 行 系统有事 此时口述 系统检测到宿主一昧的格挡 格挡住唐号的所有魂迹 让在场的魂师们知道 昂天斗罗唐号不过如此 经过系统的鉴定 狂了符合本系统的奖励 奖励狂神 亲和力百分之一 当前总亲和力十二点五 先行皇 你的确很狂 不过再又如何 我昔日能够将脚黄打成重伤 今日也能够将力嘎了 在我看来 你的战斗力还不如见到神戏 一招 我觉得我只要出手一招 就可以嘎了你 不是吧 黄斗罗说一招 就可以打败昂天斗罗 大家都是封号斗罗 怎么可能一招就打败昂天斗罗 皇帝 你觉得执法党老和昂天斗罗 谁更强一些 非要我说的话 我看好唐号 皇兄 你也知道昔日唐晨和千道流的斩斗 那一战 唐晨动用昂天宗的正宗绝学 打败拥有神级武魂的千道流 所以只要唐号使出昂天宗的最强绝学 千寻狂必败 皇帝 我要忘记了 陈兴扎在千寻狂的手中 皇兄 陈兴是陈兴 唐号是唐号 星斗大森林的泰坦巨猿 只败给一个人类 那就是昂天斗罗唐号 皇兄 据我所知 千寻狂只获得一块魂骨 来自于一个叫小五的魂兽 说起小五 他还是唐号的儿子 唐三的干妹妹呢 唐号和千寻狂之间的恩怨很深啊 他们之间的恩怨的确很深 我虽然看好唐号 但是我更希望唐号嘎 这样昂天宗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 那就是支持我们天斗帝国 一起对抗五魂殿 一切等待唐号和千寻狂的战斗结果 再做打算 打许米锤 诈缓吗 谁不会啊 诈缓 什么时候诈缓是魂师的标牌了 是不是我落伍了 龙环和诈缓 有着一曲红红之处 承蒙大哥的教会 将他掌握的诈缓奥义教导 给我们兄弟八个人 不瞒多位 多位若是有意愿 可以加入五魂殿 若是有着特殊的功劳 即使吊皇不会传授 你们诈缓的奥义 我想我大哥也会传授 给你们诈缓的奥义 诈缓 这可是诈缓啊 加入五魂殿 加入五魂殿 还有机会学习诈缓的奥义 浩天锤 这可是天下第一弓奥义 可是天下第一气五魂 哈 能行吗 我可是已经决定加入五魂殿力功 向他学习诈缓奥义的呢 他可不能干啊 第一文件 两个八段段 谁赢了 最发张到赢了一刀 他真的做到了 他一刀杠了好听 太好了 我的杂宝奥义有希望了 魂骨 那是魂骨 律动的气息至少是万年年线 万年年线的魂骨可遇不可求啊 不想活了 他是五魂殿的执法长老 你对他出手 等同于对五魂殿动手 即使获得魂骨 也没有命去使用 大师 你何不如此 周术 魂殿之法长老千寻狂所为 是因为你是蓝殿霸王龙宗的弟子吗 我早已经被蓝殿霸王龙家族除名 他突然来到史莱克学院 我正好不在家里 二龙和弗兰德被捉之前 将消息告诉给我 让我赶紧逃 大师 你说他为什么抓弗兰德院长 他要是可以礼遇 他就不是狂斗罗 欺人太甚 史莱克学院可是朕亲自赐名的皇家学院 我对五魂殿一人再忍 这一次我不能再忍了 必须要向五魂殿要个说法 祖皇 梦要冲动 我怎么能不冲动 事情发生在天斗帝国 千寻狂在天斗城闹事 掀嘎唐月华 这一次又欺拿院长 下一次 他是不是连我这个皇帝也敢动 商议吧 如何找黄斗罗要个说法 陛下 您如果真的要有所行动 现在五魂殿调集大批人马 聚集在天斗城 移东三百里的一座山脉周围 如果我猜这不错 那里是浩天宗的隐居之地 五魂殿的人接下来肯定要去的 我建议你派兵和浩天宗内外夹击 搁了五魂殿的所有人员 不可 父皇 万万不可 那些人性质可不同 五魂殿即使被削弱 百足之虫搁 而不将 鱼存的力量不可小视 如果一向中立的五魂殿 支持星罗帝国 我们天斗帝国如何应对 难道 朕一个皇帝 就这样天天让五魂殿的人 在天斗帝国境内为所欲为吗 朕一个皇帝拥有百万大军 难道还要看狂斗罗的脸色形势 反之 让雪星亲王率领进卫军前 去问问五魂殿的执法长老 责令他立刻放人 小五 你应该感应到了 弗兰德和柳二龙 已经被其擒祸 太龙 降猪 黄远和精灵 也被我的人抓获 你如果不想要他们 你以后就不要干扰我 使用第二五魂的魂击 你拿他们威胁我 对 你以为你陷阱给我 我就浪费了一个魂缓 今后 你如果再干扰我 使用我第二五魂的魂击 每当你干扰一次 就打一个人 你敢 你跟在我身边 你对我已经没有了解 你之前干扰了我一次 所以我嘎了唐月华 你打唐月华 不是为了刺激唐号 我嘎唐月华 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报复 小五 忘记告诉你了 没有人知道 他们被关押的 我警告你 一旦开押他们的人 得知我嘎了消息 他们就会立刻嘎了他 大哥 血腥亲王来了 他来做什么 将他赶走 大哥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带来三万禁卫军 禁卫军 嘎了他们 他们来这里并非是纯粹 要我释放史莱克学院的诗诗 以我对雪叶大帝的了解 他一定有着更深的喊 大哥 有个神秘人 说雪叶大帝 要和浩天宗内外夹击 在此嘎了我们 老二 你有什么想法 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 好好好 老二 此事就以你的办法行事 我不再军营 这里的一切全部都要跟你出 你可以号令教皇 给我的那几个封号动 大哥 你要去大闹皇宫 当然 雪叶大帝的日子过着探 我不招惹他 他竟然要管我的闲事 必须得给还个教训 二哥 你也真是的 你也不劝劝大哥 大哥 今天是如武魂真身 武魂各项属性大途强敌 他一个人如何去大闹皇宫 放心吧 老三 大哥的魂力已经完全恢复 你可别忘记了 大哥还有着第二武魂 皇宫外围五百米 闲杂人等休的滞留 执法长老 你何不如此 明知故问 雪叶大帝 你以为我不敢动 那我接着动你试一试 请我对陛下无礼 还有谁 还有谁要对我 千寻狂动手 给我站出来 千寻狂 你要哪次 这里是天斗帝国的皇宫 你若是对我父皇无礼 千寻狂 武魂殿这是想要和天斗帝国宣战吗 第一皇宫 拿八段算 千寻狂 修得无礼 那可是皇帝宝座 不是你的座椅 地画上清晰的写着 明天我才来 千寻狂真是胆大妄为 将父皇重伤成这个样子 陛下 陈有事要动 父皇都这样了 你就不能让他休息吗 供主殿下 事情很急 颇言不得 武魂殿的执法长老 不仅慕无陛下 将陛下终上 他还在宝座后面的壁花中 留下一形子 有种你再见 明天我再来 这是要和我们天斗帝国宣战 此言诧异 千寻狂 此行只能代表他个人 武魂殿明面上 明没有和我们天斗帝国宣战 据我所知 因为我们要求他放了史莱克皇家学院的师生 他才一目之下 孤失一人进入皇宫 太子殿下 皇帝宝座 陛下龙铁 还有被灭掉的三万禁卫军 这些都是在打我们天斗帝国的脸 你说什么 朕的三万禁卫军没了 皇帝此言当真 皇兄 我率领的三万禁卫军 还没有来得及和浩天宗的人 理应外合 就被武魂殿的那些人给灭掉了 三万禁军 那可是三万禁军 怎么会轻易间就没了 你是猪吗 叔叔 你来了 你身上伤势如何 有没有弄疼你 叔叔 我没事 只是一点小伤 现在已经被治疗系魂师给治好了 叔叔 你今日为何要大闹天斗皇宫 就因为雪叶大帝要你放人 当然 我走了 叔叔 你不问我皇室如何对待你吗 没兴趣 没想到他那么命运 暴摔八段摔都没有嘎了 他若敢再来扰了 下一次我一定嘎了 大哥 你回来了 这一次我可是嘎了五百八十个禁卫军 外加二十名 浩天宗弟子 你说这一次你怎么奖励我 可惜 雪星亲王 在我发起第一轮攻击的时候就跑了 要不然一定可以活捉他 好了 接下来怎么办 曼打法拿下浩天宗周围的村落 尤其是其中三座 有着浩天宗外门弟子 住家的村落 对浩天宗为而故宫 浩天宗建立在高山上 那里物资区乏 只要为而故宫 一个半月之内 一手南宗的浩天宗 只能主动的和我们交战 快打法是强攻 浩天宗一手南宗 我从此次勤拿的浩天宗弟子 口中得知 浩天宗有着好几个封号斗罗 一万的嫡系弟子 突破到浑上以上的境界 当天夜晚 千寻狂让浩天宗的三万户电骑士 包抄浩天宗的后山 防止浩天宗弟子逃入后山 进入茫茫凝海 他又让此次带来的 一万五千灵魂师 运分三路 拿下浩天宗周围的司墨 尤其是把浩天宗外门弟子 住下司墨 然后回而不攻 全部四万五千人包围浩天宗 将浩天宗围着水泄不通 武魂城 教皇殿 尊敬的教皇 您必须交出执法长老 执法长老无法无天 毫无法计 我们的皇帝陛下一职 都想要和武魂殿和平相处 希望你交出执法长老千寻狂 讲完了吗 说到重点 学业是希望我武魂殿 开除执法长老千寻狂 是吗 是的 来人 将这个人给我轰出去 一个个愣着 没有听到吗 我说将这个人给我轰出去 是 那皇国 此次可是奉命前来武魂城 代表着雪业大帝和天斗帝国 你这个态度 是想要和我天斗帝国去战吗 战就战 谁怕谁 雪兴亲王 你回去告诉雪业大帝 他若是想和我武魂殿开战 我武魂殿随时奉陪到底 月光 鬼魅 将它给我扔出去 现在你护老毒物 用天斗帝国压我和老鬼 最后导致老毒物逃脱 我和老鬼因此被责罚 这个仇我可是记者 现在你确定要在这里 与我和老鬼动手吗 没想到千寻狂风了 整个武魂殿也疯了 今日的事情 我会一五一十的上报 给我们的皇帝陛下 随你 你要干什么 我是天斗帝国的使者 两军交战 不嘎来世 你们难道还想要嘎我 嘎你 你不害 陛下有名 将你扔出去 此次我也一定会上岗 给我们皇帝陛下 我还会回来的 少爷 叫皇免下来 让他进来 免下 您请 你获得了审考 可以告诉我吗 你获得了哪位神奇的考核 皇审 皇审 你的封号是狂 形式作风 也很符合你获得的审考 你来这里 只是要跟我说这些话 刚刚雪星亲王来了 代表天斗帝国来武魂殿 他已经对我让月官扔出教皇殿 有了这一次的经历 相信雪叶不会继续派人给我们施压 哦 你的胆子真的很大 连天斗帝国都敢孤身闯入 不仅大闹天斗皇宫 你还差点发了血液 我没有想到 他拥有好几块魂 竟然抗住我八段帅 看来下一子我的力气要用大一些 要不你来当教皇 我退到幕后 专心修炼得了 要将教皇给人 你不如传给小雪 她是你的女儿 又是千家的人 你将教皇之位传给她 我愿意辅佐她 带领武魂殿 走向更高的地方 用不着这样麻烦 直接将教皇之位传给你 省时省事 武魂殿最近加入的魂师妹 一个个叫嚷着 要归入执法长老的麾下 大哥 教皇会很快来找你 你需要早点 做好准备 我拿诈环奥义诱 自由魂师 加入武魂殿 我刚刚回来 我的妻子 告诉我很多魂师暗中找过她 都想要加入猎杀大队和执法队 就连原本效命于教皇的窃客闹主教 也来暗中找过她 我想教皇她 刘晶晶祖教 多日不见 你好啊 教皇免驾 我不知道您来了 我就不打扰你和大哥的交谈 我等一下再来找大哥 您们继续 依我看 我明日就让长老殿认命你为教皇 有什么话就明说吧 不要当自己是外人 你是我的嫂子 切群狂 你既然叫我嫂子 你我都是武魂殿的人 理应不分阵营 对于一些特别的福利 理应人人都有着资格公平竞争 你是指诈皇奥义 好 答应吗 你是我的青唐嫂 大家是一家人 天斗帝国和兴罗帝国没有被灭掉 我们武魂殿需要团结 唯有团结才能够让武魂殿走着更远 有一件事你应该感兴趣 更新的主教被人嘎了 我通过调查 他曾经和铁匠协会有着冲突 我已经决定派人灭了铁匠协会 我从一个人的口中得知 唐三出现在东兴城 他还带走原铁匠协会的故事 神将牢高 据说唐三还组建了一个唐门 唐三 浩天宗 姓唐 唐门这个名字倒是很适合 此事交给我 不过你得饶恕更新城的铁匠协会的铁匠 你同情铁匠 我不是同情他们 噶红衣主教的不是铁匠 他们是无辜的 铁匠可以打造出铠甲 一旦我们成立帝国 我们的士兵也需要大量防御的装备 和封面的武器 我不仅要求你饶恕他们 我还要让你当铁匠协会的会长成为神将时 破例赏赐铁匠协会的会长 为白金的要 一个多会给我找麻烦 放个要求吧 这是浩天宗的正宗绝学 他有助于你收编铁匠协会 这是浩天宗的正宗绝学浩天九诀 武魂殿拥有锤子武魂的魂师都可以学习 行 有麻烦我给你挡着 真是倒霉 看上你这个亲人 大哥 教皇是你为亲人 他是我堂哥的妻子 我们的确有着亲情的关系 有什么不妥吗 没有 武魂殿高层 如果团结一致对外 这是我们武魂殿的好事 我只担心你堂哥对他做的那件事情 对他有着很大的影响 我希望他不是和我们貌合神离 大哥 你要去天斗城覆灭唐门 我和你一起去吧 我再叫上兄弟们 唐门现在不同凡响 拥有一千多名魂师 并且有着四位魂斗罗级别的魂师 娃 区区一个唐门 我还不放在眼 放心 我一人一刀 无意灭掉这个唐门 天斗城城南有着一座府里 门楼上高高的悬挂着一块海边 海边上面有着两个字 唐门 唐门正在建造中 谢绝剑客 来者可是武魂殿的执法者 长老 黄斗罗千寻狂 废话少说 放马过来吧 你们会杀得很慌慌的 我会让你们知道欺骗武魂殿的下场 实乏城老 这其中是不是有着误会 我们昔日发誓不会和浩天宗有的挂着 我们的门主也答应过的 唐门是唐门 浩天宗是浩天宗 两者之间绝无任何的观念 浩天宗被围困的时候 我们可没有施展任何的援手啊 兄弟们 怕什么 用不着和他如此低声下气的解释 加入了唐门就是加入了唐门 武魂殿连就也要管 是不是管这太烦了 老杀阳 好心松于念 奥强 泰诺 快走 不行 爸爸 我要和你一起杀 今日谁也走不了 孙群黄 今日就算是嘎 你可否让我嘎个明白 我问你 我的孙子泰龙如今是嘎是火 想嘎之人 没有询问我的资格 说什么 都是我害了你们 我不该帮助门主唐三劝说你们加入唐门 如果你们不加入唐门 你们就不会有着今日嘎身之火 必须回去 言文体验真身 老星醒 不要说丧气的话 我们是自愿加入唐门 与你无关 有老夫带 他今日休想杀你 我带你走 你为何不嘎 我嚎着掉吗 不嘎我可以告诉我吗 为何不嘎我 楼高 霍里唐门 违背语 教皇会任命为白金 白金主教不可能 武魂殿最瞧不起的势力 是我们的铁匠邪魂 白金主教多么的丧武 教皇不可能会任命我为白金主教 我可只是一名七环魂圣 老师 你真的回来了 斯隆 其他人呢 整个协会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老师 在你走后 教皇委派骑斗罗前来说服我们 想让我们加入武魂殿 你同意了 老师 你先别生气 教皇说如果晋级成为神将 无论公军直接任命为白金主教 除此之外 武魂殿还给出很多优惠的条件 并且愿意在武魂城郊外 为我们建造一座新的金属之城 所以你就答应接受武魂殿的收编 老师 武魂殿开出这么多优惠的条件 我们难以拒绝 尤其是教皇说会设立专项研究资金 有了专项研究资金 我们铁匠就可以安安心心地 研究各种各样的器具 你说什么 教皇会设立专项研究资金 给我们铁匠协会研究器 如果这是真的 我们加入武魂殿 又何妨 老夫这一生为气疯狂 如果我们不答应加入武魂殿呢 火舞姑娘 我知道你是天斗帝国的子爵 并且拥有自己的封地 还有你 封小天 我知道你们在天斗帝国 拥有着封地 是个贵族 所以不想加入武魂殿 是吗 请恕我直言 我武魂殿和天斗帝国关系 十分的紧张 未来极有可能会有这一场战争 一旦天斗帝国主动和武魂殿宣战 你们如果继续待在天斗帝国 必将是我们武魂殿的仇人 你们的名字 都会出现在我大哥 狂动罗的斩首行动的名单上 你们不用紧张 我大哥他不在这里 不在天斗帝国 他去了击匪血缘 火舞 封小天 你们都有着自己的封地 天斗帝国能够给你们的封地面积 已经不多了 如果我加入武魂殿 那么我的子爵身份可以继续拥有吗 抱歉 按照武魂殿教皇 以李宗最新颁发的制度 子爵身份必须用功劳获取 火舞 封小天 以及赤火学院的高层人物 他们经过开会 几乎所有人都愿意加入武魂殿 千寻狂的二弟负责赤火学院 千寻狂的七妹负责天水 千寻狂的九妹负责神风 在他们的努力下 虚向甲学院之后 天水学院 赤火学院和神风学院 纷纷向外表示 恭喜赤火学院 你说什么 自大元素学院叛变了 父皇他们并非叛变 赤火学院 天水学院 植物学院和神风学院 公开表示支持武魂殿 并非叛变 都已经公开表示支持武魂殿 这还不是叛变 可恶 可恶 太可恶了 他们奇震太甚 叛徒正赐予他们爵位 拥有封闭 他们依然加入武魂殿 叛徒 全是叛徒 寒风年龄 这里树立着一个牌子 上面有着一行小字的注解 极北之地 人类禁虚 魂兽出没 尸骨无存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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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 一群雪狼出现在千群狂的面前 他们一起过来 有些身体周围散发着黄色光芒 有些散发着紫色光芒 还有那么一两只雪狼散发着黑色的光芒 这说明这群雪狼之中修为最短的是四百年年限 修为最高的拥有两万年年限 十 千群狂发起攻击 千群狂 已经完全深入到光芒人烟的极北之地 路上偶尔也会遇到红兽 在她的面前 那些红兽不足为提 他踩着 他踩着怎么次出来了 一月 太坦雪狼王 来大 给我一战 会呱得光荣 太坦雪狼王 不要咆哮 能够成为我的魂环是你的东西 一七魂冒 血引身身 重力增强了 太坦雪魔王 忍命 没有机会乖乖的成为我的魂环 第九魂剑 骑兵刀阵 急速冷冻拳 冰爆树 仁威 你用命对付本王 你有没有脑子 金身 就这了 又变强了 来了老弟 系统检测到宿主吸收太坦雪魔王魂环的过程中又狂了 经过系统的鉴定 不合本系统的奖励规则 奖励狂神亲和力0.5% 月官 先寻狂可曾回来 免下 暂时还没有狂斗罗的消息 他在17天前已经进入极北雪原 已经17天了呀 你说他会不会嘎在那里 你像执法长老吉人天相 就算有危险也一定能够化险为夷 休息七天的千群狂继续上 在他的面前有着一个美女 他身穿碧绿长裙 娇俏的容颜 当他出现之后 周围的空气温度也是极具奖励 碧帝王线和我一战 王屈是人类 你的胆子好大 竟然敢来主动冒犯我 不过只是一条蝎子而已 今日你也会成为我的魂环 嗯 是吗 冰地之熬 人类 你不错 竟然抗住本地的一招 你说你能抗住本地多少招 三招 四招 依我看 你抗不住本地五招 已经过了一百招了 原来冰地的黄蝎也不过如此 人类 你别得意 永动之欲 是因为你的武魂 你的武魂是冰属性 让你反而在我的领域中变强了 是 阿太的气息 你杆了阿太 可恶 你竟然杆了阿太 嗯 贵河达不腾 太疼蜀魔王 难道是你养的吗 放心吧 你很快机会成为我的 我 雪地 阿太嘎了 对这个人类嘎了 让我来 日寒天 学武要养 日长 大寒无险 稍后 好 没有人 怕死什么呀 毕竟 兴起无声 我们一起联手吧 她非常人 唯有联手 我们才能够打败她 女帝又如何 女帝 生来就是用来嘎的 甭 如此靓丽 领域融合计吗 融合计 金水爱女的骄傲 差点砸在他们的手中 一个小时后 先寻狂睁开双眼 大致判断一个方向 然后迎开双眼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 千寻狂从极北之地返回到五红城 大哥 我还以为你回不来 会被极北雪原的浑兽吃了呢 哟 这会儿说大哥被浑兽吃了 试水两个月前就吵着闹着 要去极北雪原寻找大哥 我就知道大哥吉人天象 这一次去极北雪原一定会有所收获 好了 大哥刚刚回来 需要休息 你们都少说一句 大哥安全回来就好 大家都见过大哥了 没有事情的话都回去休息和修炼吧 魂骨 躯干骨 目靠 年限接近于四十万年 九妹 你的五魂是七贤寒冰晴 冰属性五魂 这块躯干骨来自于极北三大天王第二的冰壁 冰壁碧黄线 这块魂骨非常的适合你 拿着吧 魂骨只有遇到合适的魂师 才能够发挥出它应有的威力 谢谢大哥 好了 没事就回去修炼吧 大哥 你不应该当着面赠送魂骨给九妹 为何不敢 大哥 刚才兄弟们眼神炽热又羡慕 你这一次出远门回来 只送给九妹一个人礼物 不送给别的兄弟姐妹们礼物 大家心里会失落 只会有意义的 九妹是我们九个亲人当中 除开我之外 唯一一个拥有冰水性的 那块魂骨有着两个记忆 永共生意 我目的是我们九个人当中的次郎 他有了那块魂骨的生命 大哥 我不是说那块魂骨不是和九妹 我是跟你不该当着兄弟妹妹的面 将那块魂骨给九妹 给就给了 为何要私底下偷偷摸摸的给 好了 你找我有事 大哥 您不是让我们在您去击北之地的时候 关注教皇的举动吗 他又有行动 是的 在您离开之后 教皇让人前往两大帝国的魂师学院 我和兄弟妹妹八个人 分别前往两大帝国 发作重要的魂师学院 经过我们的游说 终于让那八座魂师学院的师生 全部加入五魂殿 这是好事 大哥 一句好事就完了吗 有话就说 吞吞吐吐吐 好不痛快 是 大哥 那我就直说了 以后如果你遇到 可是我的极品魂骨 可不可以送我一块魂骨 行 遇到和氏你的魂骨 自然会灵 还要是吗 没了 可以可以 小皇眼下 您怎么来了 不希望我来吗 眼下 您误会了 您来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 立刻缝闭声灰 他在里面吧 我自己去找他 和声 第一次去击北雪原有收获吗 你已经获得了魂环 一二魂环年限为二十五万年左右 一三魂环年限为四十万年 一四魂环年限为七十万年 千群皇 有空吗 带带我吧 帮我获得十万年年限的魂环 好 可以 魂环的年限必须是十万年 好 毕竟你是我嫂子 既然是一家人 礼礼互相帮助 最近一段时间 我都没有事情需要处理 明天可以吗 可以 好 那就这样说定了 那我就不打扰你修炼了 对了 以后我希望你不只是将我当成俗子 随他吧 只要他不要乱动 我就不会动他的教皇之位 如果他乱来 那我不取而代之 你的气质又变了 你的实力又有着进步 小友收获 在千群狂的身后跟随着八个人 李比东认识这八个人 他们都是千群狂在猎杀大队结拜的兄弟姐妹 一个个实力不凡 哪怕是动用高官厚禄 十万年年限的魂谷也无法策反他们背叛千群狂 需要我再带一些人吗 不用 有我们这些人足够 你离开后 武魂殿有谁管理 那我让他暂时管理武魂殿 你让他管理武魂殿 那不是一般的女子 我希望你有时间的话 和他聊聊天 好好地认识一下他 你会知道他的智慧 可以胜任武魂殿的教皇 希望吧 千群狂依旧不看好胡烈娜 除非胡烈娜对唐三的态度有所转变 否则的话 千群狂依旧不看好他 我们去哪里 是去极北之地吗 需要提前准备某些东西吗 星斗大森林 我们要去掠杀泰坦巨园和天青牛马 谢谢 你答应过我 你不会去动大名和二名 是的 我答应过你 星斗大森林十万年年限的魂兽 难道只有泰坦巨园和天青牛马吗 你要对其他魂兽动手 星斗大森林 斗罗大陆最著名的三大魂兽聚居地之一 在星斗大森林中持续的向前前进 还有多远到达生命之湖 大概还有半天的路程 我们已经进入星斗大森林的真正核心区域 接下来大家都小心 这里有着比你们想象中 还要鼓鼓的超级魂兽 星斗狂 你走错了 我没有走错 我们这次不去列搭太坦巨园和天青牛马 这里还有着其他达到十万年年限以上的魂兽 有 八十万年年限的魂兽也有 八十万年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开过玩笑吗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会接连和至少五只 可能是十只十万年年限的魂兽一起战斗 十 十只 直华长老 你这一次带出来的人是你的全部结拜兄弟 你们两个人不用立刻加入战斗 如果天青牛马和太坦巨园赶到此处 你们就用五魂融合剂再次送印住他们 切记 不可达了他们 孝黄 至于你 随机应变 能打赢哪只魂兽 你就打哪只魂兽 至于你们几个人 合力缠住一只魂兽 如果他们当中有着付出器的魂兽 我们专心对付它 大家听明白了吗 明白 好 好 接下来就依照计划行事 山洞里面的魂兽魂兽出来了 执法长老 会不会是找错了山洞 两头赤魔鸥 大家小心点 赤魔鸥的年限超过十万年 每当年限增加一万年 就会增加一个头 它有着两个头 年限达到二十万年 一刀 它只用了一刀 三头赤魔鸥属于狼狗种族 它的一刀快转狠 直接砍在三头赤魔鸥的要害 妖狐 五妹 过去你的魂环 你不是给我的吗 我五妹的五魂是猎阳枪 两头赤魔鸥魂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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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魂都十分的生命 小黄 你的五魂是弑魂珠魂 非暗戏魂兽 两头赤魔鸥魂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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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妹快不到 大哥 五妹 七妹和九妹都获得了十万年年线的红衣 我的呢 我的五魂是眼瞳 有适合我的魂环和魂魂吗 当然呀 不要着急 喂 他又不够傻 你们还是全部给我出来和我战 至少五十万年 黑暗戏 一下来了这么多的魂兽 我可以和其中一只战斗 他们一共有着六只 我们该如何战斗 老二 老三 老四 老六 老八 你们几个人攻击的是天鹅 它是治疗戏魂兽 必须干扰它 否则无法干了其他的魂兽 比一比东 你对付那只魔龙 至于其余的四只魂兽全部交给我 这一次 我要增加一点难度 我要一个打四的 文骨 年线至少在五十万年以上 你嘎了谁 你行吗 不过是一只鬼 两只猫和一条蜥蜴 丁 系统检测到宿主以一条四 一次性和四个超级凶兽战斗 经过系统的鉴定 宿主又狂了 符合本系统的奖励规则 奖励狂神清合力百分之二十 当前总清合力百分之四十九 系统停式还差百分之一 狂神清合力过半 就可使用超自然力量 狂神的力量 伦生神清合力量 三十八 丁之凌遇 无敌金山 欧不得人类 我咋 虚无 人类 虚无 人类 不得 你以为只有你拥有无敌的魂技吗 恶王之怜 你不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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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的人类 今日你们全部都得嘎 飞龙九世 暗击红枣 你的虚无魂技来自于融库 柔狗兔的虚无魂技 有着时间的限制 无法无限度的虚无化 虚无的时间不超过十秒钟 我已经看过你的战斗方式 考出谎言一条字 真是不知道 嘎字怎么写 明运就先来 四千掌 命运才是 恶王之怜 无敌金山 绝对防御 他败了 他被我的命运才是激动 命运已经发生改变 乐运将会降临在他的身上 接下来三天之内 他都会乐运残身 神军继续攻击他 他现在几乎没有防御 大力金刚长 力量没有变化 不可能 你明明中了我的命运才决 你怎么会没有乐运残身 身体属性没有被削弱 神军 那条龙还掌握着极致之光的力量 快撤 快撤 大哥 我们结拜时说过要同胜共嘎 撤退 大哥 我们不一定会败 要嘎就一起嘎 兄妹们 九位一体融合剂 融合剂 以机体的形式出现的九位一体武魂融合剂 啊 不错的成绩 明确可圈可点 可是你以为这样就行了 我遇到如此的程度 你足以笑傲防权 小五姐这头都遇爆了 可惜 它是嘎在地边的手中 不是嘎在我们的手中 五妹 七妹 九妹 助我一臂之力 还是不够 老二 老三 老四 老六 老八 助我一臂之力 日月生辉 还六姐 人必信 宋神 李比东犹豫着 李比东察觉到太坦巨猿朝着千群狂靠近 他知道太坦巨猿想要扎千群狂 他犹豫是否此时就千群狂 帮助千群狂将他们给拦下 免下 只法长老有着危险 李比东依旧在犹豫 他知道 做过这次的机会 下一次想要让千群狂赶 可就完了 免下 你们当我 在吗 金群狂 看待小武的份上 你们两个走吧 我今日不咔你 小武也 你不是魂力 已经空解了吗 大哥的第二武魂是金身 本体武魂 金身武魂不是单一的身体部位 武魂和魂师一体 魂环虽然全部炸裂 武魂拥有的属性并没有完全消失 大哥的魂力等级是99级 大哥在获得魂环的过程中 肉身的各项属性增加到一个恐怖的程度 这些都是大哥如今战力 依旧不容小事的原因 这只魂兽的魂环归我 他的魂环也归我 翡翠天鹅的魂环归九妹所有 九妹 刚才感受到你的魂力 突破到了八十几 你的武魂是七弦寒冰青 翡翠天鹅的魂环不是十分适合你 好在年限不低 执法长老 你这样有点过分啊 面相也需要魂环 你这样分配对它很不公平 月官 如果不是看待你刚才给我说了几句话 我一定会让你尝尝该有的痛苦 那你打算给我哪只凶兽 一听 可是我的第二武魂 还需要两个魂环 老二 你的武魂是灵萌 三眼精力是锐手 你的精神力是八个兄妹中最强的 三眼精力的命运魂环和魂骨都归你了 多谢大哥 老四 你的魂力等级达到八十几 妖灵的魂环和魂骨都归你 多谢大哥 把我当成家人的人 我千寻皇也会将他当成家人 教皇 几十年前 我们武魂殿没有攻下海神堂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什么原因 现在我们武魂殿之所以失败 在于我们没有足够多的海魂师 我们拥有的海魂师都是魂王以下级别的海魂师 一旦去了大海 没有海魂兽的魂迹 他们就会让我们顾不及 所以你打算让我的第二武魂的第九魂环空着 帮我获得一个海魂兽的魂环 没有那么容易 那一战之后 我的老师也曾对此做过分析 海魂兽和陆地魂兽不同 只要攻击了他们 就会遭到大海中海魂兽的集体攻击 安静的等待着吧 教皇 你该开始吸收魂环 我为你们护法 汉娜 可以归我吗 归你了 千寻狂风了 她怎么了 她的运气真好 即将获得外富魂骨 千寻狂不会是要获得外富魂骨吧 你没有说错话 她的运气也很好 将要获得一块手掌类型的外富魂骨 金虎爪又长骨 你的第二武魂是金身 拥有一块又长骨 可以增加你的战斗力 恭喜大哥获得外富魂骨 恭喜执法长老获得外富魂骨 恭喜你获得外富魂骨 你喝我吗 大哥 俺的性命是你给的 三年前没有你就没有我 大哥做的事情永远都是对的 嘿嘿 大哥 你心里若是觉得有愧于我 那就帮我获得一个十万年年限的魂环吧 三十万年的要不要 三十万年的要不要 三十万年的 大哥 我的魂环在哪里 将这块躯干骨给收了 大哥 跟我来 不要着急吸收酒 我们先去帮你获得魂环 千寻狂一路朝着内部行走 镜头是一座天然的溶洞 十万年极限魂兽 这是精神和兵属性双重属性的魂兽 老三 你的五魂是大力金刚雄 老六 你的五魂是白银枪 你们需要的是第八魂环 得知对自己实力的增幅不及 我的第二五魂接下来需要获得第七魂环 无论魂环的属性是什么 魂迹都只会是五魂真身 大哥 你说啥就是啥 大哥 你说的话我们都明白 你刚才向三哥许诺会给他寻找一个三十万年年限的魂环 我也希望你能给我找个十万年年限的 兄弟姐妹们几乎都有着十万年年限的魂环 我若是不获得一个 岂不是太丢人了 大哥小心 大哥 刚才是怎么回事 阿明明使出攻击 为何没有攻击到我们 因为他是冰惨 他几乎没有攻击 红有九十九万年的年限和庞大的精神力 战斗能力弱者如同一只麻 那他又是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 修炼到了九十九万年年限 人类 你嘎的我 我送你一个礼物 你能否获得我的礼物 是声势章 传看你的运气 面下 等我大哥醒了 再决定这具尸体的归属 好吧 就等千寻狂松醒了 再分配那只虫子的归属 大哥 刚才是怎么回事 你有没有受伤 我很好 获得了第三武魂 你的第三武魂是什么 修炼之魂 千寻狂 你真让人羡慕 吸收魂魂 获得一个武魂 这种事情在魂尸界还只发生过一次 你必定要永久的载入魂尸界的教科书和史册 我已经获得六块主要魂骨 我放弃竞争 这块绝世魂骨 我有着一个要求 这只虫子分我一点 精神类的智慧魂骨 适合控制系魂尸和辅度系魂尸 我是强攻系魂尸 这块魂骨与我同用 老三 五妹 老六 老八 全部退出竞争绝世魂骨 我齐全 我已经有了一块冰壁冰黄蝎的屈干骨 刚才又获得一块 给次天鹅的魂环和魂骨 我不能继续竞争魂骨 我也不能竞争这块魂骨 二哥 你是我们当中的巨多星 这块魂骨很适合你 七妹 你忘记了吗 我已经获得了三眼金尼的命运头部魂骨了 我没有两个头 我无法继续获得其他头部魂骨 好了 东西分配完了 接下来分配这只虫子的肉 我已经给了比东分了一杯羹 还给了月官和鬼魅一杯羹 月官和鬼魅心中高兴忍不得了 千寻狂分完诸多凶兽的肉 带着它们朝着星斗大森林的外围前进 突然在它们的面前出现三头一模一样的魔兽 当它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那三头魔兽也正在辜负在地面上看着它 老三 魂魂来了 竟然有着这么大个的千军蚁 我记得十年修为的千军蚁体长大约三寸左右 百年修为的不超过六寸 即使修炼到一万年年限 体长也就两尺左右 眼前这三只体长超过三米 恐怕它们每一只都有着九万年的年限 魂师界的魂师对千军蚁也有偏见 千军蚁的魂魂可以让力量性的魂师力满 我三弟的五魂是大力金刚熊 以力量和防御为主 千军蚁是最适合它魂魂的魂兽 这什么 有什么用呢 巨魂阵有着一定的成功几率诞生魂魂 如何诞生 魂兽年限达到十万年以上必出魂魂 如果将同一种魂兽的魂率积累到一定的程度 那么就有可能诞生出魂师需要魂魂 但几率很小 既然你都说只有极小的几率会成功 那你还要你的兄弟冒险尝试 我这么做自然有着我的把握 老三 你记住 一面上存变可不噶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的肉身足以承受着所有的变数 大了 五魂 三十万年 发自魂魂 不错 从此之后 龙阵之中你再无敌事 就算是普通风号斗罗 也不是你的对手 你的魂魂龙阵是多少级 我感觉到你不止八十五级 哈哈 教皇脸下你没有看错 按现在的魂力等级为九十级 哇 一下飙升了十个等级 你在想什么 先行狂 我将教皇这位善让给你 如何 好 我们该回去 你刚才答应了 你也不再考虑一下吗 不用考虑了 既然你已经提出两次善让教皇的要求 我决定能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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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回到 我就接下来就叫红村 二哥 我记得只有大哥成为执法长老的时候 你笑了 在你自己结婚的时候 你笑了 你还没有在别的情况下露出笑容 迪比东再次想要以退为进 给大哥施压大哥这一次顺水追舟 答应接受迪比东的要求 从此之后 大哥集市五魂殿的执法长老 同时又是五魂殿的教皇 大权在握 你说 我该不该笑 你们几刻一定要好好的努力 五魂殿还有着一个长老殿 你们一定要尽快冲击九十级 怕如封号高罗境界 争取早日进入长老会 力助大哥掌控五魂殿的长老殿 只有这样 大哥的地位还会无人能够动摇 包括裁决大长老千道流 十天后 经过十天的赶路 千寻狂 比比东等人 已经进入天斗帝国的西锤 大哥 未来均衡流会成为主流 还是极限流成为主流 未来的事情不好说 均衡流适合单兵作战 极限流适合团队作战 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 以前我觉得他是最强的 我现在我觉得他只能算第二 你才是武魂理论第一人 他是谁 玉小刚 上一次算他好 如果以后再遇到他 你一定会骑纳的 一感 比比东 你是第一天认识我吗 宝二 这里距离天斗城 有的多远的距离 不远 大约一百公里 我们全力赶路的话 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天斗城 我们的目的地是汉海城 为何要去天斗城 大闹皇宫 你要去嘎小刚 不准嘎小刚 这是我的命令 先寻狂 我不准你动玉小刚 除非你从我的身上跨过去 杀神领域 死亡理 先寻狂 你不要逼我 好冷 先寻狂到底是人还是神 这就是极限斗罗拥有的恐怖实力 先寻狂 你真的要逼我对你动手了 顺一 执法长老 他现在还是教皇 适可而止 让开 五魂融合计 将心丁止 把我执杀 他会是五魂殿的执法长老吗 为何要打橘斗罗和鬼斗罗 不知道 他封号为狂 做起事情来全然随心 让人无法坦白 快看 他朝着教皇靠近 他不会想要打了教皇吧 你败了 你要干我 你到底都跟着我的观察 你不要我很失望 你不知道我的福 一直以来 我希望你能够羁绊你 让你清晰 让你认知到 你自己支持 很可惜 你被爱情充分的头脑 我毕竟是千寻狂的习近 你干了我 你想好了如何向仙道雷交代吗 交代 无需交代 杀了你之后他会去陪你 成此以后 五魂殿只清我千寻狂一人的命令 尴尬 教皇被五魂殿的执法长老尴尬了 他疯了吧 自己赶了自己的人 他难道不想活了 他难道想要被人诟弊 铁上作乱的标签了 系统检测到宿主不给教皇比比东面子 说到做到 嘎了教皇 经过系统的鉴定 符合本系统的奖励规则 奖励 狂神清合力百分之十 当前狂神总清合力 保护这五十九 半神 天斗城 天斗皇宫 雪夜大地 听着雪清合的回报 清合你说什么 你将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父皇 五魂殿的执法长老千寻狂 在天斗城郊外百里 和五魂殿的教皇 比比东 发生战斗 比比东搭了 橘斗罗月官和鬼斗罗鬼妹 被狂斗罗千寻狂一刀砍 哈哈哈哈 今天真是一个高兴的日子 千寻狂杀了比比东 橘斗罗和鬼斗罗 哈哈哈哈 父皇 今日的确是一个高兴的日子 没想到千寻狂 被自斩手脚 杀了双生五魂的比比东 陛下 速度派人去星罗帝国 环节星罗帝国 我们才有着实力对抗五魂殿 父皇 我认为时机已经到了 比比东嘎了 被我嘎了 执法长老 你可不能开玩笑 你可是执法长老 比比东赤练于天斗帝国的兵马 小练于小刚 南城大士 他阻止我去嘎于小刚 扬言说要嘎于小刚 就让我从他的身上跨过去 所以你就嘎了他 是的 我提议罢免千寻狂 大伯我要挑战你 你确定吗 我确定 来吧大伯 我要和你来一场神打决斗 你赢了 可以为你的儿媳妇报仇 我若赢了 按照五魂殿的规矩 我将会是五魂殿新一任的抬决大长王 神之温路 哈哈哈哈 发长老笑了 千家终于出现了一个我期盼许久的人 千寻狂 在和你决斗之前可否告诉我 你获得了哪个神之的神考 狂神 狂神 狂斗罗 我们千家又有一个人可能要成为百级神之 千寻狂 你是我的侄子 决斗之前我希望无论我们的结果如何 你都要答应我一个要求 你说 小雪也是千家的人 我希望你尽可能的留他一条生路 好 答应你 只要他不回五魂殿 我会让他活到最后的是吧 哈哈哈哈 都我来吧 你 你我先是极限斗罗 够用真本是吧 我觉得你在我的手中抽不过十招 这应是真身 大魔 你不是我的对手 你若是让诸位今后退役 并且不再插着五魂殿中的任何 我在给你安排的地方居住 我可以不对你动手 我这一生浪费了很多机会 因为性格的原因也让我失去了很多事情 这一次我选择和你战斗不在地上 来吧 展现你的实力 让我看看你是否真的有希望 带着五魂殿和千家走着更远 即使今日撒在你的手中 我也能够含笑九泉 天使神力 七个十万年年线以上的魂环 还有好几个成金色的魂环 据说那是五十万年年线 以那的碳金色的魂环是多少年年线 别招吧 我的这儿 魂环融合了 怎么回事 难道是融环 不可能 十八长老拥有诈环奥义 他懂得诈环的奥义 诈环比融环强大得多 他对阵台阶大长老 不应该使用融环 魂环 不好 红环融合剑 兴起二帝之骄傲 你这 防神之力吗 是的 你还有一言吗 我没有一言 你不嘎了我 你无法彻底的安心掌控千家和五魂殿 唯一可惜的是 我不能亲眼看到五魂殿和千家的辉煌 千道流被打了 狂斗罗嘎勒开局长老 那可是他的亲叔叔啊 权力的巅峰没有亲情 只有冷丁丁的宝座 更何况千道流知道自己地方 林嘎之前还露出了笑容 大哥 这些人都是想要叛乱的人 其余人已经投降 并且愿意听从您的号令 二弟 长老们已经合中 大哥 长老殿没有任何的反应 他们已经放出化会遵从五魂殿的规矩 并且追红千道流的遗愿 剑水狂 你为什么就杀了我 我只看我不能亲自为老师报仇 大哥 这些人杀都不肯投降 他们如何处置 死罚了 对不起 是我害了你们 娜娜 你是我妹妹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娜娜 我知道你喜欢的唐三 现在我能够和你一起打 你不要负责 这是我的选择 这真乃人生意大行事 对不起 我的心里已经有了唐三 如果有下辈子 我一定会嫁给你 好 下一辈子你嫁给我 我娶你 哈哈 来吧 赶了我吧 行锅都好大 我会在地狱里等你 妹妹 我陪你一起诅咒他们 那哪还有我 二帝 将他们三个关入几层地 他们想打 诅咒 那我就让他们永世不见天日 千询狂 你要是个男人就杀了我们 你有种就杀了我们 想自尽 天真我九妹 拥有着治疗的能力 你以为要辙真的能够自尽 哈哈哈 真是天助我也 千询狂大了千道流 靠成天空无敌的极箭斗罗 清王殿下 消息属实吗 错不了 很多人都看到了千询狂一刀 嘎了千道流 据说都已经入土为安 五魂殿中心于比比东的魂师们 除了协约 燕和胡烈娜三个人之外 全部被嘎了 就说千道流真的嘎了 大师 你难道认为事情还是假的吗 我只是觉着一个善于以少对多 打了几次漂亮战斗的人 不至于会连自己的亲大伯都嘎 千询狂嘎了比比东 也许是想要夺取五魂殿的权利 但是嘎了千道流呢 我找不到这样会给他带来什么利益 大师 你如果是这样想的 那你就错了 那么多人看着千询狂嘎了比比东和千道流 这种事情总不会是假的吧 如果是假的 千询狂的心理到底图什么呢 大师 你心里对此有什么看法 你可以畅作预言 陛下 我总觉着千询狂藏着锋芒 至于藏在哪里 我尚且没有将其琢磨透 可惜小三去了海神岛 如果有着他和我一起交谈 我也许能够理顺所有的细节 好了清禾 你对此是有着什么看法 父皇 儿臣主战 立刻向五魂殿宣战 理由呢 因贵神速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 我们已经拥有一定和五魂殿看衡的实力 如果迅速出击 我觉得能够嘎了九成他们的人 对五魂殿造成重创 如果说父皇愁苦 师诸无名 如今五魂殿执法长老已下犯上 同时 昔日又大闹我们天斗帝国 并且灭掉上三宗 父皇可以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 攻打五魂殿 大师你认为呢 陛下 一旦我们对五魂殿动手 以五魂殿现在拥有的数万名魂师 和数万互变骑士 无法和我们天斗帝国抗衡 星罗帝国也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极有可能会和我们一起对抗五魂殿 我的建议是站 好那就段吧 传令下去 让潜伏的人立刻行动 天斗帝国这一次发起的 针对五魂殿的突击战斗 五魂殿的新裁决大长老千寻狂 在他立足未稳之时 不得不仓促的宣布建立五魂帝国 勾罗大陆 开启天斗帝国 天斗帝国 五魂帝国 三足鼎立的时代 大哥 由于天斗帝国 向五大元素学院施压 其中雷霆学院 几乎所有师征加入天斗帝国 向甲学院大部分师征 提前迁移到我们五魂城 并没有遭受到大的损失 只是神风学院 赤火学院和植物学院他们 因为答应加入我们五魂殿 遭受到天斗帝国的洗劫 但凡不加入天斗帝国的师征 全部被搭了 大哥千认却这事 再向我们复仇 这难道不是你我预料之中的事情吗 老二 我要离开了 去前线 天斗帝国的补给县 五魂城中的大小事物 全部交给你全权处理 任何事情 无需过问我 斗帝国大本营 哦 乌兰城外的补给县 遭受到攻击 所有的补给物被一把火烧烧毁进 后勤人员无一生还 现场有的刀痕 大人者极有可能是千寻狂 可恶 太可恶了 这个千寻狂完全不按照常规出牌 身为五魂殿的裁决长老 执法长老和教皇 竟然孤身一人破坏我们的补给县 他 他不按照套路出牌 太子 大师 你们都是聪明人 我们必须想个对策 再这样下去 这场战争没法打了 亲王殿下 我们之前已经想过将计就计 射套福嘎千寻狂 事情的结果确实全军覆没 除了撤军 我想不出别的办法 撤军 这怎么可以 一旦撤军必定影响士气 难道我们辛苦攻下的领土 就要乖乖的送给他们吗 除此之外 太子殿下 你有好的办法吗 我们可以组建魂狮 让魂狮负责补给线 魂狮拥有魂导器 将物资存储在魂导器中 这样可以不吸引千寻狂的注意 同时 让魂狮化妆成为平民 好 报 叶灵成被五魂帝国的大军攻陷 叶灵成 难道是化整为零 哼 你们以为化整为零就没事了 接下来 魂尔 元气大杀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战术形成虚设 一处不知名的地方 这里是天斗帝国赫赫有名的四大军队之一 失心军团 兵营重地 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 哼 等一下 等一下 折扎勿论 你精神 五魂帝国 千寻狂 什么 他就是千寻狂 是他孤身一人 灭掉了真心军团 他可是五万人的军团啊 你真的是千寻狂 哼 听说你灭了真心军团 老胡到时要看 你如何灭掉我失心军团十万士兵 人数为十万人的失心军团被千寻狂几乎全部消灭 此时传到前线引起前线极大的震撼 在联军大本营内 绿小刚震惊着 封锁消息 必须封锁消息 此时绝对不能被士兵知晓 诸位 我们必须想着对策 千寻狂不顾自己的身份 不按常规战斗 继续这样下去 我们会无兵可战 他是极限斗罗 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他这样的打法 假如我们将魂师全部集合在一起 反而会给五魂帝国带来合成之机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不如投降吧 我们当中没有可以阻止千寻狂的人和武器 再这样打下去 我们会失去更多的军队 投降的话 至少还能够保留皇室 不行 我们不同意 那你们说不投降 我们谁可以阻止千寻狂 大哥 你有没有受伤 平队他们无法伤到我 大哥 在你回来之前 我们已经发起了不下于十次冲锋 都被对方给击溃 你有没有好的建议 我回来不是为了出关营地 我是在赌人 你在等谁 二爹 你说谁能够威胁到我们的大军 谁最有实力 将我们元气大伤 呃 大哥 你是说独孤伯 大哥不至于吧 这里可是嘉陵关 关内不开 我们的大军还有这几千名无辜的百姓 如果独孤伯对我们出手 的确会让我们元气大伤 可是 这是有伤奸合的罪孽啊 你忘记我以前教导过你吗 战场上不可不是任何一种可能性的事情 更何况 你以为我为何亲自出手 灭掉联军的三大军 是为了逼着独孤伯出手 独孤伯 我等你多时 你终于来了 去哪啊 独孤伯 裁决大长老 你知道老夫会来 我灭了帝国的三大军团 重创两大帝国的联军 你们想要做出相应的对策 你们没有像我这样的 你们想要狠狠的打击我 唯有你 你灭掉三大军团 目的就是隐蛇出洞 原来如此 你一直等待的人是老夫 只是你认为你拦得住我们 第九轮迹 天巨猛 没有机会灭掉我们家领馆 第八轮迹 任兵心 陛下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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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弟 独孤活已达 两大帝国再也没有让我们忌惮的人 开始执行一统天下第二阶段的行动 分明大哥 佳灵官交给您了 有我在 佳灵官不会被攻破 千群狂 你和他的第二阶段的行动内容 是什么内容 你这娃子 你是我看着长大 我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 已经很支持你了 你难道当我是外人吗 按照贝费 你应当叫我一声表书 告诉你也无法 因为话有点多 这理解而言之 大致意思就是千群狂的八个亲信 去执行斩首行动 雪叶大地打 雪星亲王 玉小刚 雪清河 雪崩等人全部被亲了 这些人怎么办 打了 已决后患 玉小刚的 打 你跟我来 千群狂 你有种就打了我 你们打了我吧 否则只要我还活着 我一定会想方设法的 嘎了你们 我恨 我恨我自己讲究歧视精神 如果我一开始不这样做 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境地 你如果嘎了 一定会有人为你伤心 千任雪 我劝你还是跟着大哥去一趟 否则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 奉劝一句 你是个聪明人 你难道觉得眼睛看到的事情 一定就是事情的真相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想要知道我的话是什么意思 何不跟上大哥 你还活着 你还活着 你来了 看来大陆已经一捧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那么多人都看到你亲自打了我的爷爷和他 他们怎么可能还活着 还记得我和你说的话吗 眼睛看到的不一定就是事实 外人就知道大哥 嘎了千道流和鼻鼻中 他们却没有看到他们被人给救活了 不可能 受了那么严重的伤 即使是海棠窦罗也无法救活 是因为我 因为我的五魂是七弦寒冰琴 我的修炼方向是均衡流 我是辅助系的魂师 也是控制系和治疗系的魂师 我的九个魂技中有九魂技 只要人嘎了的时间不超过十分钟 我就可以将人救活 全体才见识 这个人的心脏和大脑必须完整 天润雪大哥对谈心之力的掌控非常的高 大哥扎了鼻鼻中和千道流的时候 动用血引刀的谈平之力精准的冰空柱 鼻鼻中和千道流的尸体 防止尸体遭受到损坏 然后大哥将尚未完全断气的他们 交给了九魂复火 爷爷真的是你吗 是我小雪 为什么叔叔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都是大哥做的局 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的心思做局 因为五魂殿不能由多个人掌控 五魂殿的权力必须集中于一个人的手中 这样才有利于五魂殿在对外战斗的时候 不会因为意见不同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失 只是因为这个原因 叔叔他就做了这么大的局 当然不是 还觉大长老和教皇不嘎 两大帝国对五魂殿始终会有着很深的忌惮 再加一个狂斗罗 再给两大帝国一百年 他们也不敢出兵攻打五魂殿 你们不仅算计他和我爷爷的声嘎 还将我也算计其中 如果他和我的爷爷都嘎了 你们肯定我会反了五魂殿 你们认定我一定会劝说 血液大帝主动对五魂殿发起战争 是的 不管是什么理由 发起战争 只要不是为了百姓发起战争 那么主动发起战争的一方 就不会获得民心 大哥这么做的原因 是不想五魂殿为人诟证 五魂殿被动应战 百姓只会心理理解 五魂殿的所作所为 打江山容易 做江山可难了 你明白了吗 不对 你们完全可以通知我 用不着如此啊 你们如果通知我 我也可以劝说 血液大帝主动发起战争 这不同 而且相当的冒险 在你的身边 有着一个大师玉小刚 如果你被他给失破 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旧的世界不破裂 如何建立新的世界 此外教皇的心理 一直有着玉小刚 如果让教皇比比东 继续执掌五魂殿 他可能会在决策上出现失误 大哥说他是恋爱女 看到玉小刚 就走不动道 质问这样的一个人 如何能够插手五魂帝国 和联军之间的战争 局长老和鬼长老呢 怎么不见他们两个人 嘎啦 既然是作局 总得有人牺牲 不然谁会相信哪 不仅月官和鬼妹嘎啦 就连在五魂殿叛乱的那些魂帝 魂圣和魂斗罗也嘎啦 至于大哥救下千道刘前辈 因为大哥是千家的人 他心中的执念 是守护千家和五魂殿 既然是千家的人 又是大哥的大伙 大哥当然是能救救救 那他呢 他 他是千家的媳妇 你的亲生母亲 算是半个千家的人 小刚嘛 你是不是嘎了他 是的 你终究还是容不下他 有妹 大路已经一统 大局已定 只有少部分的人 还在富于顽抗 从今天开始 不用继续 唯他们吃药 吃药吃啥药 比比东和千道刘都是高手 为了让比比东和千道刘 无法离开这座村子 他让九妹每天 给他们吃一种 无法使用魂力的药 对千群狂而言 他自从穿越 成为千群狂的那一天起 他心中励志 要让悲剧不再上演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将造成五魂殿悲剧的所有人 全部踢出去 一切行动 全部掌握在千群狂的手中 七天后 在千群狂的允许下 比比东大赦蝴蝶娜 斜月和宴 你来做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 娜娜 让他进来 说起来 这是你第一次主动来我的家里找我 之前三次都是我主动找你 来而不往非离也 说吧 你为何来找我 我决定将五魂帝国的皇位还给你 你为何要将皇位还给我 你不是当着挺好的吗 更何况现在大陆一统 我已经没有愿望了 比比东 你信你的话吗 一统天下 并非是你内心的夙愿 你内心真正的目的是要报仇 要向千家复仇 颠覆这个让你无比讨厌的世界 说说看 你为何如此认为 在这个世界上 世强凌弱 仗着家族的关系欺负弱小的事情 难道很少见吗 可怕的是这样的事情 已经成为了常态 你恨千群狂 你恨千家 你的心中还恨这个毁灭了你的世界 所以 你要摧毁千家 摧毁这个让你讨厌的世界 既然你都知道我内心的真实夙愿 你为何还要将五魂帝国交给我管理 我说了 我要帮你完成你内心的夙愿 嫂子 其实你想要毁灭这个世界 其实很容易 只需要废除让你讨厌的封建制和贵族制 只要你颁布规矩 人人生 那么你所讨厌的那些东西 都会成为历史 如何人人生而平等 江湖地分别 让平民监督各地的父母官 和利斯维护平民的利益 并且开通平民维权的便利通道 狐狸娜一直在院子外守候着 直到凌晨一两点的时候 千寻狂才离开 娜娜 我知道你心中还恨他 我不准你恨他 更不准你对他动手 如果你敢对他动手 不仅我们断绝师徒关系 我还不会饶了你 正经我们说到千寻狂的布局逐步清晰 并准备在斗罗大陆建立平等自由的社会 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呢 且看本集后续 一面后 比比东再一次进入千寻狂的家里 你知道雪儿已经获得天使九考的事情吗 雪儿现在还不知道天使九考的最后一考要的是他爷爷的性命 如果雪儿知道他的九考要的是他爷爷的命 他内心该有多么的伤心 嫂子 达拉并不是人生的重点 更何况对于神来说想嘎也难 嫂子 你难道有着办法让千导流继续活着 神魄 听说神界有着一种奇特的生命体 名叫神魄 神魄是神之消耗自身的本源之力 让已经达拉的亡灵以一种特别的心态 你说什么 你是说千导流即使献祭之后 他还可以以神魄的形式继续活着 太好了 这样雪儿就不用太伤心 千群狂 你获得的是神考 我也获得了神考 为何狂神告诉你这么多神界的事情 千群狂身上慌乱了片刻 他知道的这些事情可不是来自于狂神 而是来自于他是穿越着 还有事吗 还有一件事情 如今新的时代已经开启 平民的利益得到了保障 我想要将地位传给雪儿或者那样 你觉着他们当中谁适合接任地位 都不合适 雪儿在天斗帝国潜伏多年 可以处理好政务 娜娜这一年跟在我的身边 他现在也足以独当一面 我不是否定他们处理政务 唐三未打 他一直躲在海神岛 娜娜心中有着唐三的影子 小雪也是如此 你接下来要攻打海神岛 好大于我少 好天宗被我灭掉 玉晓当受杀了 此来个学院是我毁的 唐门也是被我解散的 我找不到不打唐三的理由 我也找不到理由 唐三会放过我们武魂帝国 海神岛可以不攻陷 唐三必须得嘎 我支持你 不仅唐三必须得嘎 朱竹青 戴木白和宁荣荣三个人也必须得嘎 比比东 你和以前很不同 你是指我要嘎唐三他们吗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总会有着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 你守护的千家和武魂殿 而我守护的是你 我 对呀 我守护的东西 是你协助我建立的这个全新的世界 比比东 你也会开玩笑 我开个玩笑怎么了 我又不是木头 为何不能开一下玩笑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去大海 去大海 是啊 你忘记了吗 在你做局之前 你可是答应我为我的第二武魂 获得第九魂环 一个被定为海魂兽的魂环 你可是狂斗罗千寻狂 一言九鼎 你总不至于对我食言吧 哈哈 你不说 我还忘记了 好 还有千寻狂的二弟一起离开武魂城 他们首要目的地 并非前往汉海城 而是杀鲁之渡 我们要去大海 猎嘎魂兽 为接下来征讨海神岛做好准备 为何要先去杀鲁之渡 你难道要先获得杀神领域 杀鲁之渡有着一个不吻 我们大陆的一族 你必须先除掉它 你见了它 你就会知道它是谁 难道是杀鲁之王 你难道是杀鲁之渡 你难道是杀鲁之渡 这里是领域的递程 你们可以在这里 在这里 我在自己想要东西 还想起来 在什么地方 你们违背了规则 我是恐怖骑士斯科普 你们必须接受惩罚 你们一一的击败我 你们就有着 进入杀鲁之渡的资格 你过关了 时隔一年 你的战斗力又变强了 你干了恐怖骑士 他们这是怎么了 尊敬的商城 杀鲁之渡出了一点小问题 暂时情况不明 生活在这里的人血液都在蒸发 等到了嘎勒的时候 体内还会燃起这种神秘的火焰 将尸体在一个时辰内 变成一具白骨 杀鲁之渡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种情况 已经出现两年的时间 伟大的杀鲁之王 已经在秘密的监视 杀鲁之渡中的所有堕落者 一定会查出是谁在背后搞鬼 杀鲁之王出来了 和我一战 地狱迷归 你是要和他一起挑战我们 是的 杀鲁之王 你真的决定 杀鲁之王 来吧 和我们两个人一伴 很好 既然你和他想要找干 我就成全你们 然后你们可以做一对捕命的突袭 你很强 我知道 怎么样 我的杀鲁领域自为如何 比起地狱玫瑰的沙尘领域 我这才是杀鲁之都中最强的领域 也是杀鲁之都 那进攻效果的缩小版本 杀鲁领域 乃是天下间最为霸道的领域 在我的领域之中 任何人都无法使用魂环中的攻击 你这是什么领域 杀鲁之王 你说你能不能挡住我的一群 那是谁呀 地狱玫瑰的男人吗 他竟然如此小觑我们伟大的王 没错 这里是杀鲁之都 杀鲁之王主宰的地狱 没有人可以在这里打败伟大的王 太狂了 太嚣张了 杀鲁之王 杀了 战鲁之王 我我们说到 仙徑狂来到沙鹿之都 会解决少陆之王 大陆之王 仙徑狂对战 足强熟弱 且看本地后训 谁赢了 全国核心最破坏的必定是全国 女皇 你记不记得 仙家的一个传统 仙家的祖先是游乐民族 仙家有着一个传统 后代子次 如果继承家族组长之位 那么是可以接收全任族长的一切 包括全任族长的女人 仙家的血管机器 我就是要拔在仙家的族人手上 仙家原来你一直在杀戮之都 你是李比东 仙道流还活着吗 他还活着 我的好天宗如今如何 灭掉了 你告诉谁 唐孝 唐浩 唐月华 唐镇 唐烈 藏心 藏在身 多了 那可是魂骨 杀戮之王留下的魂骨 魂骨啊 可遇不可求 那可是魂骨 上不上 上干嘛不上 魂骨可遇不可求 有了他 我们可以在杀戮之都这个地方释放魂记 魂记 这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可是他刚才杀了杀戮之王 实力很强 他的身边还跟随着地狱玫瑰 再强又如何 哈河杀戮之王一战 魂力一定耗损严重 我们一起上 一定能够嘎的啪 对大家一起上 即使要嘎 也要来个嘎起的跑魂 他在为你开启地狱路 二弟 进入地狱 获得你杀战领域 大哥 你来到 不和我一起去 这些杀戮之王 说话 那是地狱路 没了杀戮之王 没有人再阻止我们进入地狱路 只要进入地狱路 就可以获得一个领域的认可 以后可以自由进入杀戮之都 那是杀戮之路 好 有我在 我不会放一个堕落者 进入地狱路 千询狂一刀 一人一刀 从杀戮之都的东城区 赶到南城区 然后到了北城区 西城区 如此来回三遍 确定内城区 没有一个堕落者后 才会来 嘎完了 只有比比东知道 千询狂为何要嘎 杀戮之都的所有人 有一句话叫 长痛不如短痛 杀戮之都的其他人 同样中了剧毒 等到死亡到来的时候 他们遭受到的疼痛 会是现在的千百倍 千询狂嘎了他们 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 是帮了他们 你去地狱路吧 我在这里等你 我不会进入地狱路 你身上的杀戚 比我还要强大 我有着一种广觉 你如果进入地狱路 也许可以获得 传说中的杀戮领域 你为何舍弃这个 搓手可得的机缘 获得杀神领域 真的有没有 你难道知道一些 我不知道的事情 只要获得杀神领域 那么就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 感应到其他 拥有杀神领域的同事 不且不谈我现在的杀气 足以应靠你的杀神领 单单这个瑕疵 就让我无法接受 那是修罗神剑 没有认主之前 重打五十万斤 非常人无法将它拔出来 我还不禁奈何不了你 我倒是忘记了 它非常人 你这是干什么 它重打五十万斤 背着它步步前行 可以对我的修炼产生效果 这个地方 不能继续再用了 防泉中有着剧毒 可惜了 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就这样被毁掉了 没有了杀戮之都 外界的社会 将会充满诸多不确定性 不着急 我对我的二弟有着信心 你是说 等到他完成修罗神草合 然后让他再创造一个杀戮之都 这是重建杀戮之都的唯一版 你怎么了 唐三 必须得嘎 千寻狂和比比东 来到外面的出口 老二已经走出地狱路 并且获得了杀神领域 获得杀神领域的老二 五魂灵魔术 把称为修罗之国 正式拥有杀神领域 千寻狂和比比东 与老二分开 你还敢吃我给的食物吗 为何不敢 你就不怕 我在食物里面下毒 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 我既然带你出来 那么我就相信你 你把我当下属 你是个甘愿去送别人的主吗 不是 可是你曾经嘎了我一次 老鼠 有老鼠 老鼠 你怕老鼠 快把他赶走 你都是封号斗罗 你害怕老鼠 有什么奇怪的吗 人总有自己害怕的东西 你难道没有吗 有 当然有 千寻狂害怕五魂殿再次被灭掉 害怕千家的族人继续惨遭不测 救命 当即我们说道 千寻狂对战杀戮之王 唐晨献身听闻浩天宗遭遇 急火攻心 随后千寻狂十一 为老二手 一步步 他俩开启海神岛新副本 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呢 且看本集后续 救命 你们是混石师吗 救救你们救救我们的村子 前面带路 带路太慢 你们村子在哪个地方 你们可以回去了 混石大人 救救你们救救我的村子 他已经帮你们嘎了狼道 你们村子现在是安全的 你们可以回家了 混石大人 你们如果救我们的村子 夹给房门一定好说 一笔都二话不说 直接带上一个人 动用柔骨兔魂骨的顺移能力 带着村民离开 然后不一会儿 他又带着村民回来 据实续续练 从我之前 赠送给了十十二盒子 千寻狂本不想要 村民非要 真是热情的村民 快看看 盒子里面是什么东西 不错 这是仪式修炼的历法 内容玄妙 唯一可惜的是 上面的字体出现遗留 只是残缺 不是完整的内容 虽然是弹卷 如果将其领悟修复完整 必定能够发挥出 它应用的价值 而且 而且我感觉到 这上面遗漏的信息 是古人故意的 故意的 你认为 上面的这些信息 是古人故意留下的 尼比东眉头微皱 为千寻狂暴殿天物 感到惊讶 紧接 尼比东神色 带着一模的差异 他发现 像是纸质的残卷 丢入灌火 残卷并没有被烧毁 你对魂力的掌控 已经到了跟风造极的境界 火烧不坏残卷 事实更加印证我们太早 残卷上的关键信息 是古人故意遗失 千寻狂将手里的 残卷递给 尼比东 然后他开始修炼 参悟残卷中的密码 汉海城 天斗帝国西垂的港口城市 一艘战船停靠在港口 执法长老 女皇陛下 我们就这些人出海了 这些人还不够多吗 拔毛 起航 在船长的一声令下 海魔号正式出发 尼比东曾经在几十年前 武魂殿攻打海参岛的时候 坐船进入了大海 坐上大海的第一感觉是 午饭主要以海洋生物为主 吃起来倒也有滋有味 午饭过后 比比东出现运船的反应 听到渡渡最后 它都会飞到天空上 反冲以后 十五天的时间过去了 战船已经出现变变 变化的不是战船的 而是战船后 所以这些人是邪魔虎精 跟在战船最近的那只邪魔虎精 它是邪魔虎精 靠了海参 魔魂大白沙和邪魔虎精族群有着深仇大恨 魔魂大白沙之王时刻都想要向邪魔虎精王报仇 并且海参岛已经出现了新的一个即将可以传承海参神位的人 如果那个人成为了海参子 那么战魔虎精王嘎的概率起高 他告诉战魔虎精王 他来自于武魂帝国 曾经是武魂帝国的皇帝 他即将要去和深海魔精王战斗 如果他嘎了深海魔精王 那么他允许战魔虎精王吃掉深海魔精王 当然 前提条件是 战魔虎精王必须成为千寻狂的坐骑 战魔虎精王并不笨 他在千寻狂的威逼力右下提出一个条件 如果千寻狂可以打败他 那么他就成为千寻狂的坐骑 于是结果就故意而遇了 如果不是大海中的海魂兽过于团结 避免我们在列卡深海魔精王的时候 遭受到别的海魂兽狂 不会愿意成为他的主人 他可是十万年年限的魂兽 你还不乐意成为他的主人吗 嫂子 眼光高一点 你我都是要成神的人 一归日后 仙君狂让船只停下 他独自一人朝着前方飞去 我们难道不陪同主人 一起前去吗 那可是大海中的真正王者 深海魔精王 他一人足矣 寿神帝天不是他的对手 深海魔精王也会如此 寿神帝天 主人赶了寿神帝天 嗯 是的 我勒得斗 我的个主人呢 你太强大了 那可是黑暗龙王啊 看来跟着主人 我以后一定能够吃香的 喝辣的 深海魔精王 出来吧 出来给我战斗 上级我们说到 千群狂从村民那一外 获得古之秘法 八皇秘法 随后两人准备乘船前往 深海魔精王领地 获取第八魂环 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呢 且看本集后续 深海魔精王 出来出来给我战斗 人们你既然来了 今天也别想走了 我感觉若是充实了你 可能会帮助我通过那最后一关 一招 人类你果然有着自知之明 你意识到不是我的对手 不错 不 你错了 我是说你挡不住我的一招 我一招就可以打了你 大言不谈 无比狂妄 谢谢 来了老弟 系统检测到宿主又狂了 奖励2%狂神清合力 当前总清合力72% 链角色 对手 对手 你刚才使用的不是奥含六诀 你刚才使用的招数是你新自创的魂迹吗 它来自于村民给的残倦 残倦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将它领悟了 是的 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 名叫八荒 可以指点一下我吗 还记得残倦上的第一句话吗 是的 八荒秘法 踩天地 八荒地理之术 威力无穷 剑者剑剑 刀者剑刀 香者剑枪 其中造化 因人而异 八荒秘法 前部分是指天地之间的各种属性的天地 后部分是指修炼者的体质不同 五魂不同 最后掌握的秘法也会不相同 你的五魂是雪隐刀 所以你领悟的魂迹是刀法 我的五魂是蜘蛛 领悟的话 我的魂迹将会是 是镰刀刀法 残券上的信息看上残缺 却是缺少的是魂尸自己的一部分信息 如果将魂尸自己的一部分信息 和残券上记载的内容相结合 那么就是一世奥妙无穷的秘法 主人 我可以现在享受深海魔精王的尸体吗 还归你了 谢谢主人 这可是深海魔精王啊 等我吃了它 我一定可以冲破下一个大限 千群狂第二五魂获得第八魂环 接下来千群狂在邪魔虎精王的带领下 帮助比比东在深海区域猎杀一只海蜘蛛 年限不低 达到三十万年年限 据邪魔虎精王说 那只海蜘蛛是他的仇人 比比东因此获得让他满意的第九魂环 他集起两个五魂的所有魂环 这块魂骨如何分配 可以归我吗 归你 谢谢 接下来我们去哪为你获得第九魂环 海神岛 你要去干魔魂大白沙 我的目标不是魔魂大白沙 而是海神岛上的海神之光 魂环是一种 神刺魂环和魂兽的魂环都是能量 海神之光也很便宜 我想挑战一下 借助海神之光中的神力 自我凝聚出地九魂环 主人 不可呀 海神岛是海神的地毯 有着海神的庇护 虽然我也不喜欢海神 但是一旦靠近海神岛 就会惊动神界的海神 曾经深海魔精王想要毁了海神岛 结果惊动海神 被海神用海神三叉戟 自瞎了一只眼睛 小金化为云形 前方带路 对 主人 鲨鱼的嗅觉真的很灵敏 合着这么远 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 你怕他们 谁会怕他呀 一个被海神称之为小白的家伙 谁怕呀 主人 前面就是海神岛的领地 我还有着族人 我 我恐怕 咦 邪魔虎金王 我没有看错吧 你的鱼背上站着两个人类 哈哈 你不是不屑于成为人类的做其貌 你不是嘲讽我成为海神的做其貌 你可真有出气啊 我认了海神为主人 你却认了一个人类为主人 哈哈哈 主 你放心去攻打海神岛 虽然我不能陪着你攻打海神岛 但是 我会为你扫清这些鲨鱼障碍 攻打海神岛 哈哈哈 邪魔虎金王就凭你们这些鲨鱼和两个人类做梦 魔魂大白沙之王 来吧 跟我一站 好 如你所愿 这里是海神岛的海域 我本没有去找你报仇 你去送上门来了 既然你想要找嘎 我就成全你 就是 当即我们说到 千群狂斩嘎深海魔精王 随其前往海神岛 逐中遇到魔魂大白沙 与其展开对决 就在即将打起来的时候 神秘女子现身 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呢 且看本集后续 就是 哈哈 邪魔虎金王 你们完蛋了 大公奉来了 那又如何 邪魔虎金王 你还要抵抗吗 大公奉可是大海中的无敌强者 放眼大海 也只是可以和深海魔精王 可以和他一战 哦 也只是可以和深海魔精王一战 嘿嘿 魔魂大白沙 告诉你一个秘密 深海魔精王已经嘎了 嘎了 他怎么可能嘎了 嘿嘿 惊讶 震惊 是吧 再告诉你一件事情 他是对我的主人赶的 我的主人对他只用了一刀 这不可能 你们是谁 归何又在此大开嘎签 交出唐三 戴木白 马红俊 奥斯卡 宁容容 猪猪七 和白尘相等漏网之余 我可以不攻打海神岛 你们到底是谁 千寻狂 比比东 武魂帝国的狂动罗 千寻狂 和登任皇帝比比东 深海魔精王已经被我拿了 你不是我的对手 消除他们 我可以饶你不敢 海神领域 必拨 你已经获得海神九考 我不会找他交定 传闻你打败了千道流 你应该和我有着战斗的资格 我就是千道流 唐晨已经被我打败 碧姬已经被噶了 什么 原来是你噶了他 憤怒就对了 不然打起来不够爽 第七魂祭 海神真身 第八魂祭 海神 第一魂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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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魂祭 第三魂祭 第四魂祭 海神的召唤外出东西 令我魂祭 我没有见面 你不敢来招惹我的海神堂 接下来 别急 他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强大 文迹顺发 一心八用 那又如何 大海无敌 海神斗罗 不过如此 郭赛希 以若是交出唐三 戴木白 以戎龙和朱竹青 我想他依旧会饶你 唐三是海神的传承者 海神堂的海魂是拼命 不必要保护好唐三 海神堂的力臣 唐三绝对不离他 他灭了新罗帝国 他竟然还敢到海神堂来 诸位 我们一起去和他拼了 好 我们一起上 就算是嘎 也要站着嘎 竹青 你怕吗 不怕 你在哪 我就在哪 木白 我和你们一样 与青神皇后魂殿 有着深仇大恨 在我的内心 我时刻都想要报仇 只是 我们应该听从 海龙斗罗的安排 赶紧离开这里 不要让波赛希前辈的付出 毫无意义 小三 我们还有退入吗 第九魂情 海神剑骨 走 鼓出魂鼓 顺移 天被打了 我们还需要活着吗 我绝对不会让大供奉就这样牺牲 你们不走 我走 生有一日 我唐三要亲手发了千群狂 没有这个机会 海马 将唐三给带走 唐三 快走 我拦住他 你搞海虫 别想要拦住 快走 他要打唐三 唐三 快跑 别打我 我不想打 你要打唐三 我不会拦你 我只求你不要打我 海星 你这是要做什么 你可是海神的夫人 海神岛七大胜柱的守护者 海马 他太可怕了 封号斗罗在他的手中撑不住一刀 就连大供奉都打在他的手里 为了一个陆地魂狮 没有必要将海神岛的国陵魂狮 尖狼之中 唐三可以赶 海神岛不能因此而亡 我会融合气 有你白虎 我会融合气 躲进海神之光中就高枕无忧了吗 千群狂 我不准你打唐三 千群狂 你给我停下 千群狂 我不准你嘎唐三 千群狂 你如果嘎唐三 我今后将会不再遵守你我之间的约定 我保证你每一次使用你的魂迹 我都会干扰你 除了唐三 你难道就没有在乎的人吗 小五 昔日在兰巴岛你干扰了我 我还没有对你做出惩罚 我不是不惩罚你 而是时机未来 做错了事情 必须要得到惩罚 唐三 我不觉得海神之光能够让你安全无忧 如果你觉得海神之光是你的护身符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当今我们说到 郭在兮去见唐晨 千群狂杀上海神岛 准备嘎掉气韵之子 不料海神出现 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呢 且看盆及后续 住手 人类 你修行不易 你退出我的海神岛 海神岛之外 我不干预 海神岛之内 我不允许你再开嘎唐 消除唐三 我可以离开海神岛 唐三是我指定的传人 但凡他还在海神岛上 我就不允许你嘎唐 那就没得谈了 人类 不要找嘎 你不是神 我感受到你体内有的神力 你未来会成为神之 不要给你自己找麻烦 抱歉 我这个人天生都喜欢惹事 不怕麻烦 人类 你这是在找嘎 你要知道我可是神 神又如何 神若挡我 赵嘎唐 赵嘎 第一是无定风波 当下我的无定风波又能如何 接下来你必定会被定住八秒 你必答无疑 哦 是吗 来了老逼 系统检测到宿主与神洞 不将海神放在眼里 扬言要神挡杀神 狂了 奖励狂神清合力10% 当前狂神总清合力82% 第二是千载空忧 就这 神的战斗力 就这 今日哪怕违背神界的规矩 我海神也一定要嘎了你 你很优秀 如果我猜这没错的话 你掌握着一种奇特的道运 刀意 是吗 海神 你交出唐三 我依旧可以就此离开 不可能 他是我指定的接班人 更何况 你我两人的战斗 让海神岛满目狼藉 你以为你现在还走得了吗 哇 主人有危险 这是传说中的大海的黄昏 什么是大海的黄昏 大海的黄昏 传说是海神自创魂记十三集中的最强一招 这一招将十三集融合为一 拥有灭世之威能 先寻狂 给我嘎吧 嘎在我海神的手中 你足以自豪 你毁了你的海神岛 你赶了信奉你的信徒 只要能够尬了你 一切都是值得的 知道 原来你这是在怕我 怕你 区区人类 我何须怕你 海神 你不顾一切的发动神迹 大海的黄昏 海神岛的生灵 全部以你而尬 你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怕我 怕我千寻狂 你怕我成神之后 去神界对付你 你怕我千寻狂 皇位来成神之后 会在神界向你助手 你怕到时候 你不是我的对手 所以 你想要不惜一切代价 在这里嘎了我 你很聪明 可惜 聪明的人都活不成 可惜了 你不是我的传人 你招惹了我 必嘎无疑 没有人类会是神的对手 你也不例外 区区蝼蚁人类 也敢和神作对 真是不知嘎活 是谁又多乐 是人又多乐 不命有我不有神 是嘎是嘎 我自己说了算了 还有什么 宿主的狂神亲和力达到百分之百 并且经过一路的千锤百炼 宿主已经在内心形成狂神之心 领悟狂神的真谛 系统攻克宿主成为神之 狂神 宿主检测到宿主已经成为神之 系统已经完成此次放逐的任务小目标 系统即将和宿主解绑 要去寻找第664位宿主 神官 在神界有着神奇等级的划分 身后拥有九个光轮是至高神 拥有七个光轮 一级神奇 拥有五个光轮是三级神奇 拥有三个光轮三级神奇 如果在神界拥有一个光轮 那么他的身份 引起代言人的神官 千锤狂实力强 明显不只是神官 系统和宿主解绑进取度 百分之十 系统和宿主解绑进取度 百分之二十 系统和宿主解绑进取度 百分之三十 当即我们说到 千锤狂对战海神 海神使出最强一招 关键时刻 千锤狂成神 海神的命运将如何呢 且看本集后续 系统你要走 丁 系统回禀宿主 本系统因为犯下大错 被罚放逐猪天万劫 必须服务999位宿主 才可以恢复自由之身 每一位被本系统服务的宿主 成为对应未免的巅峰人物之后 本系统都会自动解绑 寻找下一位宿主 原来如此 你走吧 祝你早日解脱 恢复自由之身 宿主 你不为此感到惋惜吗 何须惋惜 我已经是神 我的天赋本就卓越 我相信未来的时间中 即使没有你的相助 我也能够走着更远更高 宿主 你已经获得了强者之心 这是强者必备的东西 本系统相信猪天下水道 斗罗未免不会束缚住你的脚步 谢谢你吉言 系统和宿主结绑进取度 70% 系统和宿主结绑进取度 80% 系统和宿主结绑进取度 90% 丁 相见就是有缘 茫茫斗罗未免 本系统偏偏和你有缘 在本系统结绑之前 本系统决定送宿主一件礼物 在宿主的身上签到留下眨印 希望我们在混沌卫面 还有再见之时 宿主 再见 眨印 什么意思 系统和宿主结绑进取度 100% 海神 我说你能走了吗 你如今成了神又如何 你难道还想要嘎了我 你别忘了 我是海神 来自于神界的神奇 你以为我这一次下界 真的只是我一个神 要这样做吗 送我 我 修罗神 我让你住手 我是神界 高手 修罗神 第六神界 血引风魔 主人真棒 打败了大海的海神 只是主人 为何不意刀干了海神 因为他要报复海神 他叫千寻狂 如果谁和他作对 那么他一定会千百倍的 将疼痛还给对方 你有意义啊 你为何要高我 因为你的体内流淌着浩天中的泄满 你是担心神界的神将唐三复活 只是他的灵魂印记还是被强谱 上面的神为何要这样做 海神依法 唐三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了 这也是我想要说的事情 也许 也许 也许什么 千寻狂没有回答 千寻狂猜测着 也许和唐三的前一世有着关系 谁抢走了唐三的灵魂印记 答案一定是修罗神 也许这个问题只有去了神界 我们才能够知道问题的答案 对啊 只要获得杀神领域 都可以成为修罗神神位的继承人 用不着非要选定唐三啊 小金 为我护法 我要为我的第二武魂金身凝聚第九魂环 千寻狂 等我 等我成神 我和你一起杀上奥罗神剑 千寻狂坐在海神之光之中 施展第二武魂 金身持续地吸收着海神之光中的能量 千寻狂这么一坐便是一年的时间 坐在海神之光中的千寻狂终于出现动静 笼罩在海神身上的海神之光 开始持续地朝着他的武魂汇聚 邪魔虎金王在海神岛周围 一年来默默地率领着席 那却是千寻狂 在这一年的时间中 邪魔虎金王的修为 因为吞噬魔魂大白沙和深海魔金王的原因 有着很大程度的提升 他的年限已经超越了二十万年年限 主人 奥强能量波动的魂环 这绝对是有史以来最高年限的魂环 恭喜主人 凝聚初心的魂环 主人 看金色魂环是百万年年限 那么七彩颜色的魂环是多少年年限的标志 千万年 千万年 主人 您莫不是现在就要去神界吧 斗罗未免已经一统 斗罗一年 神界一天 我有这一种很强烈的感 斗罗未免必会有这一场浩劫 千寻狂嘎了一级神智骇神 并且公然违抗至高神修罗神的命令 一年的时间了 神界没有半点的动静 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情 尤其是千寻狂 感觉到唐三很不平凡 他感觉到修罗神最后时刻 抢走唐三的灵魂烙印 一定是有着神意 小婷 我走了 主人 您不要我了吗 我可以带一些生灵进入神界 但我的对手可能是至高神修罗神 小婷 你现在还不能跟随着我进入神界 你此时跟随我进入神界 会让我在战斗的时候分析 你去找比比东 他未来一定可以成神 等他成神 你让他带你一起进入神界 我需要去神界探路 看看神界是否会针对我 主人 万一神界针对您呢 万一他们针对我 我就嘎了他们 如今成神了 只有神配和我斗一斗 恭送主人飞升神界 五魂帝国 五魂城 陡罗殿 天使神有着主宰天空的一切力量 作为天使神的传承者 新一代的天使神 你要时刻记住 不能辱没了天使神神威 要将天使神的神光 拨散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是的 我一定会做的 你决定了要去了吗 什么意思 看来千寻狂猜着嘴对 你果然没有告诉他 他若成为天使神 你需要献祭出你的生命 什么 爷爷 你 你是来阻止他成为天使神的吗 我是千家的媳妇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阻止他 成就天使神 我是受了千寻狂的嘱托 先来提醒你们 小雪 嘎了不是结束 你爷爷即使献祭而嘎 他还是有希望可以复活的 等你到了神界 你就可以将其复活 真的吗 这话是他说的 你信吗 他说的 我信 他还要我告诉你 想想你的一生 想想你在天斗皇宫中潜伏的经历 他让我转告你 极致的光明是黑暗 极致的黑暗是光明 在这世界中没有绝对的黑暗和绝对的光明 千任雪有些困惑 他现在还不知道千寻狂的良苦用心 等到他继承天使神神味 承受心灵上的考验的时候 他就会明白了 神界 一座庞大的广场上有着许多的纹路 某一刻 纹路突然亮起光芒 勾勒出一座庞大的镇子 突然 一座庞大出现 从那开启门中出来一个人 赫然是飞升神界的千寻狂 将他给我拿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